第101章 魔魂之义 入我门来 生死莫怨 褐色的石碑赫然立在门前 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上面那八个大字 以上古文字所写 似乎拥有着神秘的力量 能够将人心都吸进去一般 视线略微抬起一些 石门无声的耸力 高达十余米 仅仅从外表看 也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种厚重感 仿佛根本无法撼动 缓步向前 对于那石碑上的警告 方寸却是直接就无视了 嗡 一掌拍在石门之上 地阶的实力完全爆发而出 那样的力量绝对不可小觑 事实上 以方寸如今的实力 即便是一般的地阶强者 被拍上这么一掌 也必然是重伤的结局 换了普通的轻石 更是一掌便能直接化为棉粉 然而 即便如此 这样的一掌拍落到大门之上 竟然也没能撼动石门分毫 所有的力量都仿佛石沉大海 带不起一丝涟漪 这样的感觉 顿时便让方寸想起了 当初在上古杀玉遗址中的血色回廊 那其中的石柱 便是如此 心念一动 方寸顿时 仔细地在石门之上打量了起来 这么定下神来细细打量 方寸这才从石门的纹路之上 看出一丝异常 这些石门看似天然而成 然而仔细观察便能发觉 这些石门 都带有一丝奇异的魔力 甚至隐约有一些阵法的痕迹 根本不是普通的纹理 伸手再次推了推石门 方寸顿时沉饮了下来 这样的石门他是不认识的 但是凭感觉也能猜出几分功效来 这样的石门 即便是天阶强者 恐怕也根本无法摧毁 不 甚至应该说 天阶强者也未必能够推得开 想到这 方寸却是不禁顿时苦笑了起来 历尽艰辛从虚无之路闯出来 眼前谜底就要揭开的时候 却发现 以自己如今的实力 竟然连门都推不开 那种憋屈感 绝对足以令人崩溃 虽然有心研究一下这些纹路 但是方寸却也明白 没有任何指引的情况下 想要凭空便掌握这种精妙的石门 绝对无疑与痴人说梦 眉头轻轻挑起 方寸的手 却是不自觉地 便落到了地剑之上 这局是死灵地步的 既然让自己到了这里 那么 若是让自己被这么一扇石门拦住 那也未免太小看死灵地的心智了 毫无疑问 如果说 这个时候 还有机会打开这扇石门的话 那便绝对是地剑了 只有昔日死灵地的无上兄兵 也有可能帮助自己 打破这石门的束缚 一念至此 方寸嘴角 顿时溢出了一丝冷意 手腕一翻 地剑无声入手 灵力略一触动 便顿时有滔天剑意释放而出 阴阳二气轮转 刹那之间 催枯拉朽的剑气 便展现出一种无上威势 给我开 抱贺一声 方寸的身体 骤然化为一道残影 地剑发出一声剑鸣 阴阳二气轮转之间 剑影分光 轰隆隆 地剑在手 方寸爆发出的实力 瞬间便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全力出手之下 威势已经丝毫不在 普通的天阶强者之下了 最重要的是 地剑几乎无间不摧的特性 更是几乎没什么能够阻碍 沉闷的石门 在地剑展落的瞬间 原本隐晦的石纹 顿时清晰地闪现了出来 化为一张神秘的大网 死死挡在地剑的锋芒之下 咔嚓 眨眼之间 束缚在地剑周围的石纹光影 顿时碎裂成无数节 发出清脆的断裂之声 然而 经过这神秘石纹的阻拦 地剑展落的力道 却也终究还是被消灭掉 真正落到石门上的时候 最多不过剩下一二分的力道了 正 地剑与石门剧烈的摩擦之下 发出一阵嘈杂之声 厚重的石门上 终究还是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剑痕 虽然不深 但是却也清晰至极 深吸了一口气 方寸眼中透出一丝寒芒 紧握地剑 便要再次动手 这一剑 虽然未能奏效 但是那一道剑痕 却也终于还是给了方寸一定的信心 要知道 刚刚那一剑 看似已经竭尽全力 然而实际上 方寸却是已然没有动摇寸镜的力量 一旦发动寸镜 石被力量的爆发之下 配合地剑 或许一剑是不可能展开石门的 但是若是多来几下 那可便未必没有机会打穿了 混账小子 你还想胡闹下去吗 眼见方寸又再次动手的意思 身边的虚空之中 顿时传来了一阵空间波动 人未至 声音便先传了过来 根本不用回头 方寸也能轻易地 从这声音与气息上 判断出对方的身份了 嘴角透出一丝微不可查的笑意 方寸这才转过身来 轻声道 小子见过虚王 轻哼了一声 虚王也不隐藏 瞬息之间 身形便在空中显现了出来 看着方寸道 这石门乃是取天外陨石炼化所成 尚有先天符文 一旦遭到攻击 便会引起反噬 若非你有地剑在手 仅凭刚刚那一剑 就足以把你击成重伤了 啊 微微一正 方寸随即苦笑了起来 让虚王见笑了 地剑认主 你身上本身就有地剑的气息 也算是我上古鲨鱼的人 只要拥有天界巅峰的实力 便能推开这石门 不过 却绝技不能妄自攻击石门 语气略微缓和了一些 虚王这才再次解释道 即便是用地剑 也不行吗 耸了耸肩 方寸眨着眼睛问道 这话却是顿时 将虚王堵的半天 说不出话来 这石门本就是 死灵帝亲自练话 以地剑斩落 自然是不会引起反噬的 可是 这小子 也太混账了吧 竟然到现在 还想着破坏 一念至此 虚王顿时气得 简直想一把掐死方寸 没好气地开口道 混账小子 这整座悬空之城都是你的 只要你日后修炼到天阶巅峰 便能进入彻底 将上古鲨鱼重现于世间 还有自己砸自己家门的道理 自家的门 有进不去的道理吗 也不生气 方寸耸了耸肩 微笑着反问道 这一句话 却是差点没把虚王气 插过气去 再跟这小子纠缠 只怕非得被气死不可 一副秀 虚王沉着脸训斥道 哪来这么多歪理 跟紧我 我送你一场造化 笑了笑 方寸自然也不会再去反驳什么 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事已没有问题 老老实实地站到了虚王的身后 再没有多一个字的废话 虚王轻轻伸出手 凌空一点 方寸顿时便感觉到 一阵本源的规则气息涌出 轻轻落到了石门之上 嘎吱 颤颤微微之间 之前方寸用尽手段 也无法撼动分毫的石门 竟然就这么简单地打开了 即便心中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真正看到虚王如此手段的时候 方寸心中也还是不禁一阵感叹 如此手段 果真不是如今的自己能够企及的 紧跟在虚王身后 几步之间便踏入石门 真正进入了这悬空的上古杀狱 与之前进去一记之时不同 如今的上古杀狱 才真正有了一种古朴而庄严的味道 那种气势 以及建筑的规模 绝对远在青州府与北域的王都之上 而且 其中还隐约透着一股淡淡的规则波动 并不夸张地说 若是在这里修行 对于规则的领悟 绝对要比旁人快上不少 如今 方寸虽然还只是地阶 但是实际上 却已经隐约找到了规则的门槛 只要一招明悟 便能顺理成章地踏入天阶 这里 对于如今的方寸来说 无疑是一块修炼的宝地 你感觉到了 看了方寸一眼 虚王的脸上 这才重新露出了一丝笑意 摇着头道 在这里 突破到天阶的几率 至少要比外界高出十倍 不过 除非是我上古鲨鱼的核心弟子 否则也是没那个资格进入这里的 事实上 这也已经不必虚王解释了 单单是那扇石门 就已经能够清晰地说明了 好了 如今可不是解释这些时候 你抬起头 看仔细了 摆了摆手 虚王随即伸手指向远处的一座宫殿 远远望去 那宫殿大约不到白米 并不算太大 不过整个宫殿 却是完全由白玉砌成 即便隔着近千米 也丝毫无法遮掩 其中那淡淡的道运 在宫殿上方的天空之中 更是悬浮着一对白色的羽翼 轻轻煽动 在这个距离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或许看得太过模糊 但是 对于地界以上的强者 那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只是这一座白玉宫殿 给人带来的震撼 却绝对不是简单的奢华能够形容的 很威势 甚至并不在地界之下 那时 紧紧盯着那白玉宫殿之上 白色羽翼的光影 方寸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此殿名为魔魂殿 我上古鲨鱼所有强者死前 都会将最纯粹的灵魂之力注入其中 无数年积累下来 这才凝聚出一对羽翼 名为魔魂之翼 面色凝重地看着魔魂殿 虚王沉生说道 如今 魔魂之翼成形 我给你一次进入魔魂殿的机会 你若有本事 便将那魔魂之翼取出 必然能让你实力成倍增长 自由在天空翱翔 再不受任何束缚 魔魂之翼 毫无疑问 这才是最心好心好罗的诱惑 即便以方寸的星星 听到这也不禁怦然心动 第102章 魔魂殿 白玉成街 一尘不染 短短十余个台阶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却绝对宛若天欠 从踏上第一个台阶开始 便算是正式进入了魔魂殿的范围 心灵顿时就会受到魔魂的冲击 最轻也是神石大损 重伤吐血的结局 这还只是最外围 连魔魂殿的殿门都没进去 以此便可以想象 一旦真的进入了魔魂殿 等待着的 会是何等恐怖的冲击与考验 一步踏上台阶 方寸便顿时感觉到浑身一冷 仿佛有无数的怨灵 围绕着自己盘旋 试图将自己推下台阶 耳中隐约能够听到阴风怒嚎 所谓魔魂殿 收录的 都是上古鲨鱼最精锐的强者的魂魄 那至少也得天接巅峰的实力吧 即便如今这些魔魂 也并非刻意针对方寸攻击 那也已经异常可怕了 站在第一个台阶之上 方寸略微沉吟了片刻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单手按剑 虽然并非出窍 但是却也已然有一股剑意透体而出 仿佛一把完美的利剑 劈开虚无 硬生生开辟出一条道路一般 方寸的脚步并不快 但是却走得异常沉稳 整个人这一刻 仿佛也已经化为了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 斩碎面前的一切阻碍 好纯粹的剑意 原本便是存着几分观察方寸底细的心思 如今看到方寸以这种方式登基而上 虚王却还是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魔魂殿考验的 实际上还是心智 一切有形的手段在这里 其实都不会有什么作用 简单的说 如果方寸一挥手甩出几道剑气 即便再强 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最多不过在白玉石阶之上 留下几个印记而已 可是却绝对无法帮助他登上台阶 但是剑意却不一样 那可不是从什么外物上借来的剑意 而是真正属于方寸本身的剑意 那是一种最纯粹的感悟 演化到极致便是大道规则 这样的力量 纯粹而无形 代表的本身就是方寸的心念 能够把剑意催发到这种程度 难度绝对比以剑意对敌更艰难得多 同样领悟到剑意 但是假如换一个人 哪怕是青州辅主的那个大弟子白荣来施展剑意 可能也根本无法凭此踏上这台阶 因为他的剑意并不纯粹 而是夹杂了太多功法与剑招的痕迹 平时与人交手的时候感受不到 但是在魔魂殿这种地方 立刻就能显现出其中的差距了 如果说硬要做一个比较的话 论如今的攻击力 或许方寸的剑意还不如他 但是发展的潜力 却绝对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就好比 一只小老虎 在幼时力气或许和小狗也差不了多少 甚至还可能不如小狗 但是 一旦长大 那种差距便不可同约而语了 相比于虚无之路时 根本无法看到方寸的表现 如今 这才是虚王真正开始观察方寸的开始 这样的表现 即便挑剔如虚王 也不仅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心中倒是不觉多了几分期待 事实上 这魔魂殿 他也根本就没有指望 方寸能够顺利进入 取出魔魂之意 以如今方寸的实力 这太不现实 他仅仅只是 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仔细地观察一下 方寸的实力与潜力而已 至于魔魂之意 那是要等到方寸以后 修炼到天阶巅峰之后 再来尝试的 且不提虚王这些心思 事先再次转回方寸的身上 剑衣外放 所有的怨灵 仿佛都在剑衣之下 背脚的粉碎 根本没法靠近到方寸身边 然而 每一步的迈出 这种压力都会越发地增强 甚至可以说是成倍的提升 一共上了十二个台阶 方寸便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有些力竭了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自己却是清楚的 自己虽然说领悟了剑意 也算小成 但是却终究还是没有达到那种挥洒自如的境界 距离身剑的境界 也还遥不可及 更不用提心剑了 方寸心中隐约有一种感觉 若是真正达到了身剑的层次 一路闯入魔魂殿 恐怕根本就不会有丝毫的阻碍 以身化剑 人即是剑 有什么样的怨灵 或者说魔魂能够动摇宝剑的意志 可惜 如今的方寸 却还远达不到那种层次 还有三个台阶的距离 便是电门 可是凭借剑意 却已经根本无法走下去了 只是方寸的心中 却依然没有丝毫意外与惊慌 甚至嘴角 也还依然挂着淡淡的微笑 对于他来说 催动剑意对抗 不过是灵光一闪 根本就是临时的应付手段 能够走到这一步 已经算是比较满意了 否则 若是只有这点实力 以方寸的性子 也不会对魔魂之意 怀有什么亏似之心了 历劫了吗 看着方寸在第十二的台阶之上 停留了许久 虚王微微摇了摇头 虽然做到这一步 已经非常不易了 但是 距离他的心理预期 也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在他的预计之中 若是方寸能够走到大殿门口 那才不枉 他亲自前来一趟 对于约后方寸能够取出魔魂之意 才能多几分把握 可惜了 看来自己的期待 终究还是有些太高了 说到底 如今方寸也不过只是 一个只有地阶实力的小子而已 想到这 虚王不禁 自嘲地笑了笑 即便是自己 当初只有地阶实力的时候 恐怕最多也就是做到这种程度 未必能够走得到大殿门口吧 想象中 能够在地阶的时候 就轻松走到大殿门口 甚至是走进去的人 恐怕也就只有帝君一人了吧 只是 虚王这样的念头还没落下 便猛然听到一声赤河 如同惊雷一般乍响 滚滚雷音之中 透出一股浩然之气 隐约蕴含着一丝连他 也不大明白的道运 目光再次落到方寸的身上 虚王瞳孔骤然一缩 却是顿时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灵 仅仅是从口中爆出了这一个字 然而 方寸的身上 却是顿时闪过一抹金光 脸上露出一丝庄严之色 浩然的雷音迪荡天地 仿佛要将一切魔魂都净化掉一般 眨眼之间 那些围绕在方寸身边的魔魂 却是在无法对方寸造成一丝的威胁 双手赋于背后 方寸竟然就这么轻松地踏完了最后三个台阶 走到了魔魂殿的门口 这便已经足以让虚王震撼了 然而 下一刻 方寸的举动却清晰地告诉他 这一切都才仅仅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冰 再次从口中爆出一个字 方寸附在背后的右手轻轻推出 如同推开一扇普通的大门一般 轻而易举地推开了魔魂殿的大门 一瞬间 无数的魂魄疯狂涌出 即便是站在下方 虚王也能轻易地感觉到 那些疯狂的魔魂 一瞬间爆发出了何等恐怖的力量 然而 即便如今 站在殿门口的方寸 却依然浑弱不绝 身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光 一步之间便踏入了殿门 等到虚王反应过来的时候 却是连阻止都来不及了 目瞪口呆 这一刻 虚王甚至都有些怀疑自己 产生幻觉了 那个轻易推开殿门 浑身透着一股说不出道运的家伙 是方寸 是那个只有地阶实力的小家伙 这也太匪所思了吧 难道 所谓地剑的传人 真的有着可以媲美死灵帝的潜力 又或者 这其中也还有死灵帝插手的痕迹 不过 下一刻 这种震撼便顿时转变成了担忧 要知道 魔魂殿内的恐怖 可远不是殿外的台阶能够比拟的 即便是天阶巅峰的强者 进入魔魂殿之中 恐怕多半的结果也是陨落 更何况 方寸如今还只是地阶而已 这实力的差距也是在太大了些 如果说 在殿外 一旦出了什么意外 它还能掌控 还能救下方寸的话 那么如今 局面却是已经彻底超出了它的控制范围 以它的实力 不是不能进入魔魂殿 只是 这魔魂殿的存在非常诡异 其中蕴含着一股异常神秘的力量 除了失恋者外 其他人若是进入 便会视为 愿意将灵魂注入魔魂殿 毕竟 魔魂殿本身就是上古杀狱强者们临死之前 将最后的灵魂之力 以及心念注入的地方 虚王虽然实力强横 但是一旦进入 只怕也要被那股神秘的力量控制 被迫注入灵魂之力 死在里面了 如今这个时候 还能自由出入魔魂殿的人 也便只有死灵帝一人了 可是 如今再去请死灵帝 只怕也已经来不及了 一念至此 虚王顿时不禁苦笑了起来 一伸手捏碎了随身带着的令牌 化为一道 神念向死灵的传出了消息 早知如此 他是如论如何 都不会让方寸这么早靠近魔魂殿的了 毕竟 如今方寸干系实在太过重大 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人与死灵帝 都等不起了 不过 现在 他所能做的 也就只有等待了 想到方寸进入魔魂殿之时 那种即便是 他也拿不准的状态 心中却也不禁生出了一丝侥幸之心 或许 方寸还能从魔魂殿之中退出来 第103章 九字真言印 1 黑暗 无边无际的黑暗 湮灭一切感知 一切美好的东西 在身后 殿门关闭的瞬间 仿佛都已经彻底消散 剩下的只是恐惧与毁灭 疯狂的魔魂 虽然已经没有了意识 但是 其生前却无意不是杰出之辈 留在这魔魂殿的 又都是最精脆的灵魂之力 本能的侵蚀之下 对于灵魂的冲击 绝对是毁灭性的 毫不夸张地说 在这里 一个不慎 那就是被抹去灵魂 神魂俱灭的结局 道 方寸对于危险的处决 无疑是恐怖之极的 没有任何犹豫 又是一字吐出 身上金光大圣 却是硬生生 以九字真言 驱散邪魂 九字真言 原本就是道家绝学 方寸对于其的理解 虽然并不算太深 但是随着心境的提升 能够发挥出的威力 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用来对于魔门高手 或许稍有不足 但是仅仅是对于魔魂 这种纯粹灵魂的存在 却绝对是完全压制的克星了 所谓的魔魂 在旁人眼中强大非凡 但是对于方寸来说 其实也不过就是 人死之后留下的怨灵而已 与前一世所说的鬼魂 没太大区别 以道家的九字真言震慑 全没任何心理压力 当然 事实上 若是没有九字真言的帮助 别说方寸只有地阶了 就算是天阶巅峰的强者进来 只怕多半也得被魔魂吞噬得干干净净 定下心神来 方寸这才仔细地观察起这大殿来 那种绝对的黑暗 其实只是因为魔魂的侵蚀 而给灵魂的一种错觉 一旦压制住了灵魂 便不再影响视线了 大殿的正中 布置着一个小型的祭坛 散发出淡淡的白色光芒 周围的魔魂 在这白色光辉的映照之下 甚至能够看见影子 只是在那祭坛周围 魔魂的浓郁程度 却绝对远要比其他位置高出太多 若是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以那小型祭坛为中心 周围魔魂的分布 几乎是以几何倍数递减的 站在门口的位置 以九字真言的威力 还能够压制这些魔魂的侵蚀 但是若是继续前行 恐怕就算是九字真言 也未必能够护住自身了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其实便是如此而已 沉淫了片刻 方寸却也并未前行 反而静静地在原地坐了下来 刺客终究不是莽夫 出手讲究的是谋定而后动 可不是不管不顾 就上去拼命 之前敢闯进来 是因为有九字真言 而如今既然敢知道那祭坛方向 恐怕不是凭借九字真言就能压制的 那么再不管不顾的硬闯 就是愣头青了 若是正常情况下 只怕方寸如今便已经退去了 闯入绝境打破极限 听起来固然诱人 但是其中危险 却绝不是听故事那么简单 君只见有人打破极限式暴涨的实力 却不知因此而死的才是大多数 这就好比武侠小说当中 主角跳崖不但不死 而且还能捞到绝世秘籍 这是所谓机缘 但是 你绝对看不到 有人没事就自己找悬崖跳 冒着摔死的危险去找秘籍吧 只是 现在方寸所面临的情况 却是不同的 身处局中 他必须不断打破极限 让自己成为对方无法捉摸与控制的变数 这才有可能破局而出 否则 即便是多活一阵子 甚至是在死灵地他们的控制下 风光一阵子 最终也还是逃不脱 被控制成为傀儡 甚至是生死魂灭的结局 若不是此 即便是以方寸的心智 在虚无之路 也未必会选择拼死去赌了 此刻 对于方寸来说 其实与虚无之路 也并没有太大区别 虽然只要回头 就能安然退出这魔魂殿 但是实际上 对于方寸来说 却根本不存在什么退路 一步退 则步步退 直到最终退无可退 心念电转间 方寸顿时再没有丝毫地犹豫 重新起来 又是大步踏出 九字真言 不断从口中吐出 整个人以不变的速度 缓缓向着那祭坛的方向推进 感受着身边不断增加的压力 方寸心中飞快地推演 别的不说 对于九字真言的控制力 绝对是飞快地提升 生死之间有大恐惧 在这种大恐惧下 人的潜力 无疑能够得到最完美的释放 不是爆发 就是死亡 实际上 这才是最考验人心智与天赋的 若是天赋平庸的人 即便心智在坚定 在这种压迫之下 也难以做出什么突破 反而 天赋纵然再好 若是承受不住那种压力 也自然可能冷静下来 做出突破 不过 对于方寸来说 这两者却都不算什么问题 能够被老头誉为 千年一见的妖孽及天才 方寸的天赋 绝对只能用变态来形容 无影散人的散手 不可谓不强 甚至就连创出这散手的 无影散人自己也说 最后三世 绝对不是天阶之前能够掌控的 甚至连记下来都不可能 可是 结果呢 方寸在玄阶的时候 就学会了前七世 这样的天赋 已经让人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了 玉剑术 在方寸手中 同样在地阶之时 就能够做到玉剑飞行 这样的手段 即便那是逍遥子见到 也绝对要为之赞叹 而九字真言 本身就是方寸在上一世时 跟着老头学过的 只是一直没有太过研究 发挥出其中威力最重要的 并不是本身的实力 而是心境的修为 作为方寸山弟子 方寸的心境修为 本身就已经强得可怕 在虚无之路 三十年的孤独与坚持 更是令其再次升华 心智坚如磐石 同时还踏入了方寸境第二重 以这样的基础 去推演九字真言 自然要轻松得多了 一时之间 方寸却是将大半的心神 都沉入了 对于九字真言的推演之中 不断修正着 九字真言的释放方式 威力更是飞速提升 这才坚持着 让他能够一步步持续向前 而不至于被魔魂侵蚀 而此刻 方寸距离祭坛 还有五十步的距离 也几乎是同时 方寸已经被逼得 不得不暂时停下了脚步 如今这个距离 是他现在能够保持安全的极限 再向前走 便真正再无退路 到时候想要退回来 恐怕都做不到了 第104章 九字真言印 2 老头 你说修炼九字真言 可以震慑邪灵 设人心神 可是 摆着手印干什么 手掌摊开 少年看着老人愁眉苦脸地说道 难道摆一个手势 就能把人家吓住不成 啪 脑门上又挨了一记逐杖 少年这才信心地闭嘴 一板一眼地继续模仿手印 混账小子 你懂什么 此为九字真言印 若是精通此道的高手手中 单知这九字真言印掌握了 便可纵横天下 像你这样自以为是的混小子 一个小指就能按死 翻了翻白眼 老人没好气地解释道 啊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不过 我还是不懂 念九字真言 干嘛要摆着古里古怪的手印 挠了挠头 少年耸了耸肩道 让你练就练 哪那么多废话 又是一记逐杖敲下来 老人干脆懒得跟他废话了 喂 我说 老头 这玩意 你不会也不懂吧 眼珠子转了转 少年突然笑嘻嘻地开口问道 压根不在乎老人的威胁 那又如何 若无其事地主着逐杖 老人再次将视线落到了少年的身上 淡淡回答道 这一句话 却是顿时把少年堵了个半死 差点没能反应过来 要知道 他也不过就是随手一说 只不过是想要老人解释清楚而已 但是这个结果 却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九字真言硬 本身就是密宗的绝学 昔日我曾与一位密宗高僧论法 这筛略有所知 自然称不上懂字 老人倒也不遮掩 从容到来 仿佛不过就是 一件最寻常不过的事一般 然而 少年却是知道 老人所谓的论法 可绝对不会是两个人 兴高采烈地坐在那喝着茶聊天 而是实打实地动手交锋 这九字真言硬 想必便是在战斗之中学来的 以老人的实力略微推演 自然就明白了个大概 只是 能够让老人如此重视 相比当初那一战 九字真言硬 必然是威力惊人 给了他极大的震动才是 等等 老头 你都不懂的东西 还忽悠我学 目瞪口呆地看着老人 少年却是差点没跳起来 你学的若是都和我一样 还指望能超过我吗 老人也不在意 随口反问道 密宗那家伙和你论法 是谁赢了 少年可是自小跟着老人长大的 自然不会随便就被忽悠过去 不依不饶地追问道 罢了 既然你不想学 那这手印不练就是 摇了摇头 老人也并不在意 传授少年九字真言硬 也不过就是临时起义 如今既然这浑小子不想学 那也便算了 百分号 仅耗人民币百分号 听到这 少年却是差点没一口血喷出来 但这就是 拿自己当小白兔啊 不想学就算了 天可怜见 为了这该死的九字真言硬 这两天 自己可是都被折腾得 眉顾上打猎吃肉了 手印 脑中猛然闪过这两个字 方寸心中顿时一阵成名 当初 跟着老头的时候 虽然最终没有再练下去 但是那些手印 却终究还是有些印象的 毕竟在老头的威逼之下 折腾了两天不舍 以方寸的天赋 已经足以记住手印了 微微闭上眼睛 脑中闪电般 回忆着手印释放时的紧 飞快将思路理了出来 双手微合 手指飞快点动 眨眼之间 已然按照记忆中的方式 接出了第一个手印 灵 几乎是同时 弗林心知 方寸脑中一阵清明 在手印结成的瞬间 喝出了这第一个字 不动冥王意 一字之间 方寸却是猛然感觉到 一股神秘的力量 顺着自己的身体 以及那一字雷音的震荡 从手印之中爆了出来 嗡 一瞬间 方寸的整个身体 仿佛都随之震荡了起来 身上金光骤然暴涨 九字真言的威力 几乎是成数倍的提升 直到如今 方寸这才真正感觉到 手印的神庙 那仿佛便是一座 沟通天地的桥梁 只要通过这手印 九字真言的威力 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之前没有手印的时候 就好像是一个人 连着剑销一起出手 用剑销削刺 固然剑法精妙 但是杀伤力 却实在有限得很 但是 如今这手印杰出 便仿佛是这个人 猛然将剑销甩掉 以寒光闪闪的宝剑在手 再次攻击一般 威力自然不可同时而语 心中猛然一喜 方寸顿时 再无丝毫地犹豫 跟着就是一步踏出 借着不动冥王 印爆的同时 一口气冲出近十步 周围的魔魂 在不动冥王印下 便宛若处于 烈日之下的冰雪一般 飞速消融 再构不成什么威胁 冰 手指变换 印杰再次变换成 大金刚轮印 一瞬间 威势无双 周围的魔魂 甚至已经开始了躲避 再不敢冲着方寸嘶吼 方寸更是没有丝毫地犹豫 脚下步子没有片刻停滞 大步向前 外狮子印 内狮子印 外腹印 内腹印 治全印 日轮印 宝平印 手指飞速变换之间 却是一口气 将这后气中手印连着打出 当宝平印的手势落下之时 方寸距离祭坛 已经只剩下不到十步之遥 缓缓从口中吐出一口浊气 方寸顿时感觉到 身上为之一轻 这一连串手印的打出 却是已经将这九字真言印掌握了 虽然依然有些稚嫩 也不可能与老头所说的 那所谓密宗高僧相比 但是以方寸如今的理解 即便是以致与魔门高手对敌 也同样能够挥出不俗的威力来了 剩下的十步距离 实际上也已经完全没什么难度 手捏宝平印 方寸根本无需再费太多精力 就能轻松走到祭坛旁边 只是 就在这瞬间 方寸心中 却是猛然生出了一股强烈的警告 那是一种属于刺客的直觉 根本无法解释清楚的死亡嗅觉 死死盯着面前的祭坛 心神却是骤然便绷紧到了极致 截着宝平印的手无声落下 右手缓缓落到了地剑之上 剑意再次无声地释放而出 第105章 小恶魔 杰杰 音森的笑声突然从祭坛之上响起 眨眼之间 模糊的暗红色血影飞快在祭坛之上凝聚成形 三尺左右高度的血影头上伸着鸡脚 背负血色双翼 脸上满是猙獰 赤裸裸的恶魔姿态 地剑 杰杰 竟然只有地剑的实力 人类 是什么 让你如此渴求力量 在祭坛的上方 小恶魔发出一阵古怪的笑声 声音之中充满了死亡的诱惑力 金钱 美女 还是仇恨 献出你的灵魂 我可以给你无法想象的力量 满足你一切的欲望 小恶魔兴奋地挥舞着翅膀 口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诱惑 再配合 他身上那神秘而恐怖的气息 更是让人有一种莫名的信任感 收起你的魅惑气息吧 这些对我不会有任何作用 冷眼看着小恶魔 方寸的手紧紧按在地剑之上 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剩下的只是积逢与不屑 嗡 背后的血色双翼剧烈地抖动 瞬息之间便是阴风大作 刺骨的阴寒无声袭来 几乎连人的血液都要冻僵 魅惑 我又何须魅惑 我是这幽名的主宰 我能感受到你欲望的沸腾 聆听你内心深处的声音 感受欲望的力量 你不想释放这些欲望吗 无声地扇动着翅膀 小恶魔身上的气息再次提升 神面强大 欲望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欲望 而且越是聪明 实力强大 心中的欲望就越发地强大 而且难以抑制 一如小恶魔所说 方寸的心中同样充斥着沸腾的欲望 而且远比大多数人更为强烈地多 追求自由 追求站在这世界巅峰的力量 追求回归故乡的心思 这些都是欲望 而且 这样的欲望远比什么追求金钱 美女更为强烈地多 若是常人有如此强烈的欲望 只怕早就在小恶魔的魅惑之下 彻底沉沦了 但是对于方寸来说 所受的影响却实在不大 无他 心境不同 佛家奖力量 要有足够的佛性来化解 所谓佛性 其实就是心境修为而已 这样的说法 或者有点悬 那换一个简单的 强知 在军队的手中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落到普通人的手中 就会有不少的麻烦了 若是落到十几岁的小孩手中 那只怕就要出大乱子了 欲望所有人都会有 但是同样 人也都会有控制力 在街上看到美女 所有男人可能都会歪歪一下 但是 总不见得 就会有人过去 把人家按到XXOO吧 小恶魔的存在 就是透过魅惑力 粉碎你内心的理智 让人彻底沦入欲望之中 彻底粉碎人的控制力 只是 如今的方寸 刚刚领悟九字真言硬 震慑邪念 心境修为又强的可怕 这点言语与魅惑气息 根本就不足以动摇方寸的心智 更不用提 让他就此沉沦与欲念之中了 剑动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犹豫 眨眼之间 方寸便动了起来 地剑瞬息出窍 完全没有丝毫留守 阴阳二气流转之间 滔天剑一如水银泻地 从九天直泻而下 人类 你找死 一瞬间 小恶魔的脸色骤然大变 疯狂地尖叫着 恐怖的气息成 几何倍数激增 所有的魔魂 随着小恶魔背后翅膀的扇动 仿佛都凝聚到了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吞噬万灵 恍惚之间 小恶魔的身影 仿佛骤然变得无比高大 透出一股无可匹敌的威严 当真如同指掌幽名的神灵一般 这一刻 即便是方寸心中 也难以抑制地 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甚至想要扔掉手中的 剑掉头就跑 或者跪下沉浮 那是一种真正莫测的神威 让人生不起半点反抗之心 单就威势来说 此刻小恶魔散发出的气息 甚至还在死灵地之上 破 一口将舌尖咬碎 借着那剧痛 方寸再次将心神稳定下来 左手截不动冥王印 震慑心神 只是斩出的地剑 却完全没有丝毫地停滞 剑出 无悔 对于旁人来说 或许这滔天的威势 会让人陷入绝望之中 但是对于方寸来说 这几乎无可抵御的气焰 反而才是最大的破绽 一个顶级的刺客 本身就是心思机敏 应变和推演能力极强的 从小恶魔出现开始 方寸心中就已经 转过了无数的念头 做出了各种推演 然而 毫无疑问 无论怎么计算 在方寸心中 这个小恶魔 都不可能是那种 堪比死灵地的存在 无他 以死灵地的性子 根本就不可能 容忍一个这样的存在 生存在他的眼皮地下 存活在这上古杀鱼的 魔魂殿之中 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酣睡 再者 从方寸出现开始 小恶魔便只是利用 各种魅惑的手段 来动摇方寸的心智 却始终并未真正出手 若真正是那种 堪比死灵地的存在 何须如此啰嗦 即便是要取方寸的灵魂 也不过就是 弹指之间而已 何况 自己都已经出手 小恶魔 却依然还不断提升气势 色力内忍的威胁 而不是直接出手 这本身就是极大的破绽 看玩笑 死灵地那种存在 对付一个 只有地阶的家伙 还需要提升半天的气势 那不是纯粹搞笑吗 所以 这一切的解释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 这看似强大的小恶魔 绝对是徒有其表 至少在现在 是绝对没有那种恐怖的实力的 当然 在这种的情况下 也就只有方寸这种顶级的刺客 才能保持如此的冷静 去分析了 放正常人 早下傻了 哪可能还反应得过来 既然如此 方寸哪还跟他有什么客气的 直接就是以最简单 最粗暴的方式来作为结束 时不得距离 不过就在瞬息之间而已 即便是普通拼命之下 数息也能越过 更何况是方寸了 以九字真言硬护身 周围的魔魂 根本带不来任何威胁 手持地剑 眨眼之间 方寸便硬生生将这一剑挥下 把小恶魔的身影 彻底斩为两段 第106章 封印 一剑而断 方才还耀武扬威的小恶魔 在地剑的攻击之下 却是连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瞬间被斩杀 眉宇之间 没有丝毫意外之色 仿佛这一切都是 理所应当的一般 方寸的嘴角 甚至油渍挂着一丝冷笑 只是令方寸不解的是 即便到了现在 自己心中那份剧烈的危机感 也依然没有消散 反而越发地浓烈了起来 该死的人类 你怎么就敢对我动手 片刻之间 刚刚被方寸斩杀的小恶魔 却是树膝之间 就重新凝聚了身体 似乎完全没有 受到过伤害一样 愤怒地冲着方寸咆哮 眼中有几分羞脑 但是却并无分毫畏惧 瞳孔骤然一缩 方寸的目光 再次落到小恶魔的身上 并未答话 只是再一次 按上了手中的地剑 既然能杀一次 方寸自然就有信心 再杀对方第二次 第三次 并不因此而畏惧 该死的人类 你会后悔的 你让主宰幽名的恶魔生气了 咆哮着煽动着翅膀 小恶魔头上的脚 透出一丝黑色的光滑 仿佛要睁开第三只眼睛 惩罚世人 咔嚓 没有丝毫的废话 方寸的回答简单干脆 剑斩 剑一如海 地剑之上金光大盛 挥手之间 却是硬生生将小恶魔绞碎 至于说话 抱歉 方寸压根就没那兴致 该死 身体再次复原 小恶魔气急败坏的咆哮 然而 还不等这句话说完 迎接他的 便又是当空落下的地剑 一次 两次 十次 没有片刻的犹豫 方寸却是在树膝之间 便一口气将之斩杀了足足十次 直到此刻 小恶魔脸色才在没了之前的张狂 神色之间隐约透出几分慌乱 身体猛然褪开了一些 而不再张牙舞爪地冲着方寸咆哮 你 不是要惩罚我吗 握着地剑 方寸平静地开口 眉头带着几分嘲弄 更多的 却还是弹幕 人类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就算你杀我再多次 也伤害不了我分毫 恶狠狠地瞪着方寸 小恶魔挥舞着爪子 立声鹤问 嗡 剑气流转 眨眼之间 方寸挥手 又是一剑将小恶魔斩杀 这才淡淡开口道 既然伤害不了你 不如 让我多杀几次好了 你 眼中露出一丝恼怒 小恶魔却终究有些气短 本恶魔此刻 不过是幻化而出的虚影 你以为你能把我如何 杀到你 无法再凝聚虚影 手指轻轻在地剑之上滑动 方寸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你就那么确定 你能做得到 小恶魔有些气节 挥动着翅膀 侧阴阴地威胁道 我不介意试试看 嘴角带着一丝积讽 方寸耸了耸肩 一副魂不在意的姿态 甚至还有些跃跃欲试 开玩笑 别的什么都不记得 难道连质量守恒定律都不知道吗 从来没有什么力量 是凭空而生地 幻化出虚影 自然也是要耗费能量的 无论小恶魔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如今发挥不出应有的力量 不断地斩碎 它凝聚出的虚影 自然不可能造不成任何损害 如今小恶魔表现得越是疯狂 就越是说明它心中畏惧 不过是借这样的一副姿态来掩饰而已 当然 这些方寸 自然是不会给它解释的 人类 你赢了 沉默了片刻 小恶魔这才横横地哼了一声 开口说道 说吧 你想要如何 我要这魔魂之意 没有丝毫的遮掩 方寸显得异常坦白 只是小恶魔 从容说道 开什么玩笑 一瞬间 小恶魔却是顿时跳了起来 你知道 你如今是什么实力吗 地阶 该死的地阶 一个地阶的小子 怎么可能拥有魔魂之意 换成你那把剑的主人来还凑合 听到这 方寸的心中 却是不禁猛然一跳 自己手中这把剑 可是地剑 可是在小恶魔的口中 丝毫却也没什么敬畏的 这其中 只怕绝对不会简单 不过 从表面上看 方寸却依然还是 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 无论是呼吸还是心跳 都没有任何变化 一般地阶的人 可能走到这里吗 这简单的一句话 却是顿时把小恶魔 噎了个半死 是啊 开什么玩笑 若是一般地阶的人 根本连这魔魂殿的大门 都别想推开 更不用说一路走到这里 来了 事实上 之前他释放出的精神威压与魅惑之力 纵然是天阶巅峰的强者 也绝无幸免之力 可是偏偏 面前这个家伙 竟然就这么以地阶的实力做到了 而且现在 竟然还反客为主地威胁着自己 这简直不可思议 可是 可是就算是这样 也不行啊 一瞬间 小恶魔却是差点抓狂了 狠狠地瞪着方寸道 小子 我承认你很特殊 但是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可能让你带走魔魂之意 该死的 人类 你知道魔魂之意是什么吗 小子 人类 称呼 都已经有些混乱了 可见小恶魔此刻 简直已经被方寸弄得有些抓狂了 上古鲨鱼历代强者灵魂归虚之地 这些魔魂的精粹 凝聚而成 平静地看着小恶魔 方寸把虚王的话大致复述了一下 脸上更是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放屁 几乎是瞬间 小恶魔顿时便蹦了起来 那架势坚持 恨不得一爪子拍死方寸这胡言乱语的家伙 什么狗屁魔魂凝聚 就这些垃圾 也能凝聚出魔魂之意 气急败坏地等着方寸 小恶魔挥舞着爪子 在祭坛的光影之中 上下飞舞 狠狠地骂道 还上古鲨鱼的强者灵魂归虚之处 我呸 这些玩意 根本就不过只是本恶魔 我的食物而已 若不是 本恶魔被封印 你以为凭你能够资格跟我谈条件 蝼蚁一般的存在 这些话 小恶魔不过是寒怒咆哮而出 然而对于方寸来说 却无疑与一阵极大的冲击 心念电传之间 一时间 甚至不觉有些骇然 死灵地 究竟在图谋着什么 第107章 同归于尽 魔魂殿 你倒是好大的胆子 手中的传讯 眨眼之间被捏得粉碎 死灵地的脸色 却是顿时变得铁青 一时间 简直恨不得一巴掌 拍死虚王才好 他倒是自作主张狠 却根本连魔魂殿 究竟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当真混账至极 深吸了一口气 勉强按捺住心情 却终究还是不得不全力赶往魔魂殿 旁人不清楚 但是他却是非常明白 那小恶魔有多可怕的 即便是如今被封印 也绝对不是一个地阶的小子 能够抗衡的 方寸这枚棋子关系重大 哪怕还有一丝希望 也得试试看 还能不能救得出来 既然我不够资格 死灵帝为何没有亲自取走魔魂之意 不动声色地看着小恶魔 方寸手中拨弄着地剑 轻声问道 你当他不想吗 冷哼了一声 小恶魔森然道 只是这魔魂之意背下的封印 根本发挥不出威力来 而他又解不开封印而已 死灵帝是何等实力 方寸自然是非常清楚的 以那等实力都亏似 却解不开封印的东西 是何等珍贵 用脚指头想也能明白 当然 小恶魔的话是否可信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魔魂之意究竟是什么 缓缓看着小恶魔 方寸沉吟了片刻 轻声问道 冷笑了一下 小恶魔从鼻孔中 透出一丝哼声 以你如今的实力 还不够资格知道这些东西 我只能告诉你 魔魂之意 绝不是你一个地阶的小子 有资格拥有的 你和魔魂之意 又是什么关系 出乎小恶魔的意料 方寸并未与他争辩什么 而是直接抛出了这么一句话 而且 从方寸的表情上看 这可完全不是随口乱问 而是心中误定之后的印证之语而已 一瞬间 小恶魔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死死地盯住了方寸 事实上 也根本不用小恶魔回答 看到这副表情 方寸心中便已经了然了 洒然一笑 方寸随即开口道 是了 你就是魔魂之意之灵 拥有自我意识 好一个魔魂之意 倒是果真不凡 这话一出 小恶魔顿时面色大变 甚至有些难以置信了 面前这个是有地阶实力的人类 明显根本就不明白 魔魂之意是什么 也不可能接触到那个层面 但是仅仅凭借这么一点线索 就能推断出 自己就是魔魂之意的气灵 这份心计当真令人骇然 并不理会小恶魔的震撼 方寸耸了耸肩道 只是 我还有一事不明 你究竟还有什么杀手锏 能够让死灵帝 也不敢威胁你 帮他解开封印 所谓死灵帝也解不开封印的话 方寸却是完全不信的 既然小恶魔本身就是魔魂之意的气灵 那么他 自然应该有办法解开封印才对 如今自己站在这里尚且能够威胁小恶魔 那么 以死灵帝的手段 自然更有威慑力 可是 结果却是 死灵帝宁可把小恶魔 或者说魔魂之意 封印在魔魂殿之中 也不敢威胁小恶魔就范 这其中的关节 便绝对是 值得玩味的了 姐姐 你倒是聪明 没错 我虽然被封印了 但是若是把我逼到绝境 我可以直接让魔魂之意自爆 即便是死灵帝敢逼迫我 我也有信心 让他神魂俱灭 说到这 小恶魔的脸上 却是不自觉地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当然 这话里 也不是一丝水分都没有 事实上 以死灵帝的实力 他最多也不过只有五六分的把握 能够击杀死灵帝 但是 不管如何 作为魔魂之意的气灵 只要他自爆 魔魂之意便算是毁了 即便是死灵帝不死 也会重伤 同时还会彻底毁灭魔魂之意 这种亏本的事 死灵帝是绝技不肯做的 故而 他才能凭此一直威胁着死灵帝 这些东西 在方寸的脑中一闪即逝 以方寸的心智 自然不难想通 不过 明白了这些 方寸的嘴角 却是不禁更多出了几分笑意 平静地看着小恶魔 方寸轻声道 好了 小恶魔先生 我想问的都已经问完了 你只需要回答 是不是愿意跟着我走就行了 这话一出 小恶魔却是顿时目瞪口呆 差点没疯掉 这家伙 难道脑子有问题吗 自己刚刚说的 难道还不够清楚 难道他还以为 凭借地阶的实力 能够拥有魔魂之意 不过 方寸却是根本不搭理他这茬 挥手就是一剑斩落 再次将小恶魔搅碎 这才慢条斯理地开口道 反正也是闲着 你不妨慢慢考虑 不用着急 该死的人类 你疯了吗 再次凝聚出身形 小恶魔歇斯底里地咆哮了起来 一瞬间阴风大作 悬浮在魔魂殿上方的双翼光影也随时震荡了起来 恐怖的气息简直大有将这一方天地都彻底毁灭的架势 你不是之前就说过了吗 我渴求力量 我心中充满了欲望 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方寸悠然回答道 当然 你也可以当作我是疯了 我不介意 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方寸根本就是毫不在乎小恶魔的威胁 下定了决心要带走魔魂之意 你不答应 很简单 那我就这么慢慢杀一下 一次次斩杀你凝聚出的虚影 知道你妥协 或者干脆跟我同归于尽 好吧 这样的方式的确很无耻 可是却不得不说 拥有的效果绝对是最佳的 该死的小子 只要我愿意 我立刻就能毁了这一方天地 即便是死灵地在这 也只有死路一条 你更是必然神魂俱灭 你竟然敢威胁我 漫条斯里的初见 再次将小恶魔斩杀 方寸眼中透出一丝冷漠之色 森然道 我讨厌别人威胁我 你不是要毁了这一方天地吗 那就毁掉好了 我不在乎 没错 他还真的就不在乎 这一方天地 不过就是上古杀鱼而已 你要毁就毁贝贝 甚至连带着把外面的虚王也干掉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敢再动手 我就立刻自暴 咱们同归于尽 第108章 憋屈的公主与你腿子 自暴 同归于尽 仿佛受了极大的侮辱 小恶魔愤怒地跳脚 呲牙咧嘴地撂出了狠话 一时间 整片天地 仿佛都为之震荡了起来 大有一言不合 就鱼死网破的架势 且不提方寸如何 这边的变化 却是瞬间就把虚王吓住了 眨眼之间脸色大变 哪还敢有丝毫的停留 一步之间 便直接顿入虚空 直接消失在上谷杀鱼之外 开玩笑 如今魔魂殿之中 释放出的气息 简直足以毁天灭地 别说是虚王了 即便是死灵地在这 也得退避三社 这一刻 虚王却差点没吐血 方寸那边才进去多久 怎么就引起了这么大的乱子 可是 若说 这些不是方寸引起的 难道还能有别的什么人 进入魔魂殿了吗 到了这一刻 反而是虚王 已经彻底无法想象 魔魂殿之中发生的事情了 魔魂殿释放出来的气息 还在不断地增强 甚至隐约能够看到 那白色的光翼 遮天避约地 将整个上谷杀鱼都笼罩起来 咔嚓 面对小恶魔的威胁 方寸却是连眼睛都没眨一眼 抬手就又是一剑斩下 仿佛压根就没有听到这些威胁一般 你 一瞬间 看着方寸 那副带着几分讥讽与不懈的表情 小恶魔却是恨不得把方寸连骨头带肉 一起吞下肚去 咬牙切齿地瞪着方寸 气息顿时便紊乱了起来 偏偏方寸却还是一副魂不在意的样子 懒洋洋地开口道 你不是要自报吗 这就报吧 反正我就是一个地阶的小子 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能拉着魔魂之一一起毁灭 说出去也挺拉疯的 这一刻 小恶魔才终于彻底反应了过来 一瞬间 差点没泪流满面 尼玛 这是碰上了不要命的二愣子 赵啊 死灵帝是顶级强者 堪称这世间唯一神灵 主宰生死 自然是惜命的 不肯跟小恶魔两败俱伤 玉石俱焚 但是方寸不一样 一如方寸自己所说 他就是一个地阶的小子 这种实力 随手一抓一大把 死了就死了 混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要同归于尽 好啊 那就一起死呗 看他是谁舍不得 这样的方式虽然无赖 但是却不得不承认 实在是太有效了 简直就是直接打到了小恶魔的死穴上 他作为魔魂之一的气灵 其实并不算太怕死 甚至每每提到逼得死灵帝 不得不退避三射 还很得意 即便是被封印 他也依然能够威胁死灵帝这等强者 若是死灵帝当真敢威胁他 他还真就自爆了 完全没什么犹豫的 可是 方寸不同啊 这只是一个地阶的小子 堂堂魔魂之意 连死灵帝那等强者 都窥似的东西 看穿真正的神器 他小恶魔 好歹也是魔魂之意的气灵 这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若是就这么拉着一个地阶的小子 同归于尽了 那才当真是憋屈啊 即便是死 也洗脱不了 这样的耻辱 开什么玩笑 回头这是一旦传不去 不知道得笑死多少人呢 这就好比一个身份尊贵的公主 身受重伤 只剩下最后一件的力量 用掉就完蛋 若是这时候 有一个身份相当的人来威胁他 他眉头都不带眨一下的 就跟对方同归于尽了 可是 这时候来的 却偏偏就是一个乡下的泥腿子 连什么是公主都不知道 但是 人家伸手就是一个巴掌扇下来 大声喝骂 尼玛 大爷干了一天的活 累得要死 还不乖乖滚过来 给大爷洗脚 好吧 你身份尊贵 可是人家压根不在乎啊 你要动手 好啊 那你就动手呗 拉着着泥腿子 一起同归于尽好了 憋屈啊 这才是真正的憋屈 一瞬间 小恶魔便仿佛是那个被泥腿子扇了脸 还被逼着洗脚的公主似的 明明恨得快要疯掉了 却偏偏还拿对方半点办法都没有 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还真就是这个意思 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方寸也并不着急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小恶魔 等着他做出选择 这里面也讲究一个度 不能威胁得太过了 否则 那就是的 逼着对方跟你同归于尽了 就好像 你腿子逼着公主给他做饭 可以打脸 可以逼着公主洗脚 但是你要非得一上来就逼着 人家公主跟你上床 那结果就绝度是截然不同了 人家是身份尊贵的公主 受伤落难了 被你逼着做一些吓人的事 行 人家憋屈地认了 因为心中多少还能存一些念想 等到伤好了 随时可以走人 甚至回头一剑 宰了你这泥腿子 但是 你要是逼着人家跟上上床 跟你sco 那就越过底线了 拼着一起完蛋 人家也不干啊 算算火候差不多了 方寸这才慢悠悠地开解道 小恶魔先生 你也不会想 一直被封印下去吧 想想看 只要你跟我走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地 想办法帮你解开封印的 放屁 你以为解开封印 就那么容易的 翻了翻白眼 小恶魔坚持 快要被气疯了 有句话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叫做 默契少年穷 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方寸继续引诱道 别忘了 我现在虽然只有地阶的实力 但是我同样还很年轻 拥有无限的可能 只要你愿意帮我 或许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踏入天阶 甚至是天阶之上 谁说一定就不如死灵地呢 这话一出 小恶魔心中 却是顿时 就有些动摇了 赵啊 这浑小子 虽然只有地阶的实力 但是你瞅瞅这星际 这手段 这实力 拿点像地阶的人啊 换了其他地阶的 早不知道被玩死过多少次了 这样的家伙 要是好好培养 只不定就能成为绝世强者啊 到了那个时候 拥有魔魂之意 也便不算夸张了不是 好吧 这里面有好多的如果 好多的未知 正常情况下 听着实在是扯淡之极的 但是 如今那不是没有办法了吗 还是刚刚泥腿子的例子 公主突然发现 这泥腿子 虽然现在穷得一清二白的 但是人家偏偏身怀某种绝世功法 天赋过人 指不定还吃过什么天地灵药 只要好好调教 说不低 以后就能成为绝世强者 名扬天下 公主身份再高贵 最后还不就是得嫁人吗 无非就是 找个身份显赫的 找个实力强大的男人而已 赵啊 现在这泥腿子不够标准 但是架不住人家潜力好啊 过个十年二十年的 说不定就成一方诸侯了 那时候 身份就配得上你公主了吧 行 那成了 现在先定个名分 乖乖做人家名义的小媳妇 然后等着呗 慢慢培养 要是泥腿子真能做到 回头那也是一段 能让大家津津乐道的细文 若是做不到 那不也就是个名分吗 虽然吃点亏 回头找个机会踢掉就是 总不好过 现在就憋屈地 跟你腿子同归于尽 呗 该死的小子 算你狠 翻了翻白眼 心中权衡了一下 小恶魔终究还是如同 那被你腿子威胁的公主一般 带着一丝希望 屈服于你腿子化的大饼 以及达尔光的淫威之下了 放心吧 总不会让你失望的 轻笑了一下 方寸这才收起了地剑 一直绷着的心 总算是彻底放了下来 那种致命的危机 便是来自于小恶魔的杀手锏 如今小恶魔既然屈服了 不管他心中存在什么样的念头 至少是不会再有危险了 以后的事 那也就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现在 要怎么带走魔魂之意 看了看祭坛 方寸耸了耸肩问道 气苦地挥动着翅膀 小恶魔终于还是叹了口气 咬破你的指尖 用血染红祭坛 收取魔魂之意 微微一正 方寸倒也痛快 笑着摇了摇头 手指在手腕上轻轻一滑 便有鲜血流出 转眼之间 便让鲜血倾洒于祭坛之上 看着白光不断地翻滚 面色复杂地看着方寸 小恶魔再次开口道 你就不怕我骗你 什么事都是有风险的 若是连这点风险都不感冒 那还不如干脆 老老实实地找个地方 做个普通人好了 洒然一笑 方寸全不在意地开口说道 事实上 心中也并非完全没有怀疑 只是 他却也并不畏惧 若是随随便便 就能被小恶魔破开封印 那也太过可笑了 好 小子 我便信你一次 等着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让我看到奇迹 满意地点了点头 小恶魔爪子轻轻挥动 祭坛之上 顿时便有古怪的符文闪现 眨眼之间 方寸洒落的鲜血 便随之在空中凝聚 不过是片刻之间 整片上古鲨鱼 便不禁为之颤抖 天空之中 魔魂上方的白色光影 飞快地放大 同时隐约有一点金光闪过 无声地投入魔魂殿之中 清晰在方寸的面前 形成一对巨大的光翼 几乎是同时 死灵地的身影 也同时出现在了上古鲨鱼之外 看着那骤然爆发而出的光翼 一瞬间 面色却是复杂至极 任主 好一个魔魂之意 你竟然选择了这个小子吗 第109章 三重封印 默默盯着魔魂殿的方向良久 死灵地终究还是冷哼了一声 眨眼之间 无声地消失 仿佛从来就没有来过一般 这么多年以来 他用尽的手段 也没能让小恶魔屈服 却没想到 方寸竟然以递接的实力 竟然就得到了小恶魔的认同 获得了魔魂之意 这种感觉 着实让他有些气闷 与此同时 那白色的巨大光翼 终于落到了方寸的壁上 如同扎根一般 任由无数的光彩涌入身体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 天空之上那幻想 这才彻底散去 原本的祭坛也随即碎裂 当方寸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小恶魔依然出现在了他的肩头 变成了一个只有八掌大小的存在 轻轻挥动着嗤好 随着魔魂之意的认主 周围的魔魂却是顿时消散得干干净净 神念透出 方寸却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魔魂之意与自己之间的那种神秘联系 心念洞间 那白色的光翼微微一震 整个人骤然破空而出 喷一声 方寸骤然将魔魂殿屋顶穿透 凭空飞入了空中 感受着微风拂面的舒适 心中一阵难以言喻的欣喜 飞行 这一直都是所有人的梦想 不同于之前 凭借遇见低空飞行 如今凭借魔魂之意 自恶游在天空畅游 这才是真正的舒畅 身形微动 方寸轻轻在空中移动 不断熟悉魔魂之意 尽管还有些生疏 但是方寸却能轻易地感觉到 如今凭借魔魂之意飞行 那份速度 竟然比自己施展形自觉 还要快上几分 最重要的是 方寸甚至有一种感觉 如今身在空中 自己仍然可以施展形自觉 心念微动 形自觉骤然施展开来 眨眼之间 数十米的距离一晃即过 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影 仿佛穿越了空间而已 若是实力弱一些 甚至根本就分不清 方寸究竟是速度太快 还是穿梭空间 极限速度 如今 方寸才真正体验到 什么是真正的急速 并不夸张地说 如今单论速度 即便是天阶巅峰的强者 恐怕也未必能比得过方寸了 只是下一刻 方寸便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与魔魂之意的联系 有中断的趋势 微微一震 一晃身在魔魂殿的屋顶 停了下来 任主并不完整吗 微微侧过头 方寸看着肩上的小恶魔 开口问道 和任主完整不完整没关系 如今魔魂之意本身就被封印 威力发挥不出百分之一 否则 你以为魔魂之意 便只有这么一点威能吗 不懈地哼了一声 小恶魔毫不在乎地说道 如今魔魂之意每一次 最多只能维持五分钟的飞行 每天最多开启三次 若想不受限制 你便去想办法 解开封印好了 每次五分钟吗 略微沉吟了片刻 方寸随即摇了摇头道 也好 够用了 对于方寸来说 魔魂之意的存在 无疑就是增加极限爆发力的 平时根本不会开启 而一旦出现变故 无论是想要追杀 还是逃脱 都已经足够了 顿了一下 方寸随即问道 说说吧 想要解开封印 究竟要什么个剑 不论如何既然魔魂之意 落到了自己的手中 方寸自然不可能满足 与只有这么一点威能 听到这 小恶魔这才算满意了一些 封印一共分为三重 每开启一层 就会发生一次蜕变 最简单的 你若能打开第一重封印 便能获得第一个附带能力 极限飞行 将你如今的极限速度 再飙升十倍 甚至达到 能够凭借速度 穿越虚空的程度 这话一出 即便是方牛 也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当速度达到极致的时候 就能够凭此穿没空间 那是一种何等恐怖的速度 那不是凭借空间法则的感悟 而是以绝对的速度穿能空间 那是何等的霸道 仅仅只是开启第一重封印而已 仿佛看出了方寸的震撼 小恶魔随即冷笑道 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即便是开启第一重封印 所要的条件 恐怕即便是天阶巅峰的强者 也未必能够做到 只要能够说出个件 就总归有办法能够解决 即便现在做不到 以后也总是能办到的 方寸却并不生气 平静地说道 极北之地 生有冰连 局万年冰连 这是第一步 小恶魔并不在乎方寸的态度 淡淡开口道 万年冰连 微微一震 方寸却是顿时便想起了极北冰原 毫无疑问 想要找万年冰连 只能是在那里 不过 那似乎也算不上太过危险 毕竟到了如今 以方寸的实力 对于严寒 已经没什么畏惧了 似乎看穿了方寸的心思 小恶魔不禁冷笑道 你以为很简单 不是本恶魔打击你 已称如今的实力 恐怕连极寒潮汐都闯不过去 提到这 方寸这才猛然惊觉 是啊 当初自己进入上古沙城遗址的时候 就曾闯过极寒潮汐 不过那是借助月圆之时 消退的时候闯进去的 即便是现在 自问若是不借助月圆之时 恐怕也还真的 就未必能够闯得过去 而且 听小恶魔的这话的意思 恐怕想要获得万年冰连 难度也还远不止于此 说话之间 方寸便猛然感觉到 一阵空间波动 却是虚王再次出现了 在方寸的面前 有虚王在 方寸自然不可能再多说什么 小恶魔 更是直接投入方寸的肩膀 化为了一个恶魔刺青 你带出了魔魂之意 看着方寸背后淡淡的光益 虚王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 眼中满是震撼 勉强算是吧 不过 只是被封印的 几乎没什么 效果现在 耸了耸肩 一念动间 魔魂之意顿时便融入了体恶内 再看不到半点痕迹 不过 方寸却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魔魂之意 并非是被自己收入体内 而是融入了 小恶魔的体恶内 刚刚所谓的认主 只是一个表面的形式 并不意味着 自己就真的掌控了魔魂之意 不过这些 他自然是不会告诉虚王的 第110章 灵魂血珠 你得走了 苦笑了一下 按下心中的激荡 虚王叹息了一声 缓缓开口道 你还欠我一个结果 对于虚王 方寸并不畏惧 双手无声地垂在身侧 额头微微扬起 当初 进去虚无之路的时候 虚王曾说过 在这悬空之城当中 有着方寸 想要的答案 当然还有得莫大的造化 如今 踏出虚无之路 又拿到了魔魂之意 造化勉强算是得到了 但是却依然没有找到 想要得到的结果 微微一致 虚王这才想起当初的话 摇了摇头 你现在的实力 还得不到答案 顿了一下 虚王继续说道 你想要的答案 就在这悬空之城中 你若想知道 当你自己有能力 再次回来的时候 自然会知晓 不过 在这之前 你必须离开了 挥手之间 方寸却是清晰地看到 整个上古鲨玉 透出一抹血色 虽然如今还很淡 但是却已经透出了一种 让人心计的气息 仿佛随时可能受到生命威胁 快离开这里 这是血迹 所有被血色笼罩的生物 都会化为精血 融入上古鲨玉之中 以你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抵抗 几乎是同时 方寸的心中 猛然想起了小恶魔的声音 虽然如今对小恶魔也谈不上信任 但是方寸却是明白 在这种事情上 小恶魔不会骗自己 你有实习的考虑时间 实习之后 就算你想走 也来不及了 并不在意方寸的回答 谈指尖 虚王再次在空中 划开一道空间裂缝 看着方寸平静开口 虽然言语平静 但是却不可质疑 这绝对是最有力的威胁 实习 这样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根本就容不得人深思 走或者不走 就在这实习之间 深深地看了虚王一眼 脚下轻轻一点 背后再次幻化出魔魂之意 一晃之间 带起一阵阴风 眨眼之间 方寸依然飞入空中 镜自闯入了那空间裂缝当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赌 毫无意义 别说已经有了小恶魔的提醒 就算没有 方寸也不会傻乎乎地去赌这个 虚王并没有说 这个空间裂缝 是通向哪里的 方寸也没有问 一则 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再者 去哪其实也都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闯入空间裂缝的瞬间 方寸便清晰地感受到了 那股恐怖的空间撕扯力 即便是在虚王刻意控制的情况下 身体也不禁有种 快要被撕裂的感觉 不过 几乎就在下一刻 小恶魔便再次出现在了方寸尖头 并不见什么动作 背后魔魂之意微微一震 便顿时稳住地身形 轻而易举地抵抗着周围的空间撕扯力 带着方寸闪电般 在空间裂缝之间穿梭 当然 这些说来话长 实际上也不过就是 树溪之间的事情而已 闪念之间 方寸已然瞬息穿过空间裂缝 凌空出现在了一座小镇的上空 借着魔魂之意 平稳地落到了一间屋顶 所幸是夜间 周围一片漆黑 否则 这么拉风地带着光益出现 还不得立刻就成为 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心念洞间 魔魂之意便再次收入体内 方寸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脑袋虽然还有一些晕眩 但是却已经不至于会晕过去了 姐姐 好久未曾出现到过人间了 果然还是 人间的气息舒服 化为一个巴掌大小 小恶魔倒是未曾 跟着回到方寸的体内 兴奋地说道 并不理会小恶魔 方寸脚下猛然一点 骤然从屋顶跃了下来 向着街上走去 小恶魔只有巴掌大小 虽然依然有些扎眼 但是收敛气息之后 倒也并不算太夸张 即便有人看见 也只会以为是一般的宠物 夜间 小镇上其实并没有多少行人 不过 今晚的小镇 似乎并不平静 走出不过百米 方寸便感受到 周围有不少人 借着夜色前行 反而是方寸 收敛气息之后 并不被人重视 压根就没有人搭理他 当然 在那些人眼中 方寸也根本就察觉不到 他们的存在 杀了他们 杀光 全杀光 站在方寸的肩膀上 小恶魔兴奋地吆喝 血色的翅膀不断扇动 眼中透出一丝嗜血之色 微微皱了皱眉 方寸沉声道 既然跟着我 就不要总摆出 一副恶魔的姿态来 无冤无仇 何必行杀戮之事 姐姐 小子 你不觉得 杀戮与鲜血是 何等的畅快吗 何况 你以为魔魂之意是什么 不杀戮 哪来的灵魂之力滋养 猖狂地在方寸的肩头跳跃 小恶魔毫不在乎地说道 微微一正 方寸却也隐约有些明白 这话恐怕也并非虚言 还没等方寸说话 小恶魔便继续补充道 对了 小子 你不是 想要解开封印吗 除了万年冰莲之外 你还必须收集到 足够的灵魂之力 才能开启封印 杀戮吧 十万生灵便能凝聚成 一颗灵魂血珠 凑齐十枚灵魂血珠 才能够开启第一重封印 听到这 方寸猛然一致 随即缓缓摇头 除了十万生灵 应该还有别的办法 凝聚灵魂血珠吧 没有 根本不理会方寸 小恶魔一口咬定 翅膀挥舞着上下飞动 嘴角一出一丝冷笑 方寸缓缓道 你所说的灵魂血珠 不外乎就是吸收灵魂之力而已 普通的人 灵魂即便再多 在质量上 也不可能与强者比拟 若是杀戮玄阶 地阶的强者 应该很快也就凑齐灵魂之力吧 一语重点 谎言被揭穿 小恶魔却并不生气 只是洁洁地冷笑道 你倒是心肠好 不过 我得提醒你 灵魂之力是无法长期存在的 必须依靠阵法 才能凝聚出灵魂血珠 你若不想杀生 那就去杀天阶强者好了 一个天阶巅峰强者的灵魂 差不多也能凝聚出一枚灵魂血珠了 斩杀天阶巅峰强者 听到这个 即便是方寸 也不禁为之一致 如今 他也不过就是地阶的实力 想要斩杀天阶巅峰的强者 简直如同找死 第111章 邪佛 刀光如血 热大的宅子当中 已经占满了人 只是清一色的 却全是长刀 汤圆外 该说的话 咱早都已经说过了 您还是给句话吧 这人 究竟是娇 还是不娇 为首的是一个三十余岁的僧人 只是身上却是一身黑色的僧袍 浑身透着一股邪气 放屁 这清风阵方圆几百脸 谁不知道 向来都只有我汤圆外七男霸女 什么时候轮到旁人来威胁我 汤圆外脸色顿时一变 白胖的身躯一颤一颤的 明显是被气得不轻 汤圆外 您的名声 咱们也知道 不过 咱可不是威胁您 汤小姐八字正和我佛所用 把汤小姐献给我佛 那是她的福气 你这个做父亲的 可不要自悟 僧然的目光 缓缓落到汤圆外的身上 为首那僧人 顿时冷笑着 一拱手开口说道 我呸 什么淫佛 我活了大半辈子 也从未听说 佛祖会要信徒献什么处女的 一口谈吐到地上 汤圆外破口大骂道 放肆 我佛的名声 也是你敢威胁的 眉头一跳 那僧人身上 顿时透出一抹恐怖的杀机 踏步之间 便可见黑气涌动 背后更是现出一朵黑帘虚影 阴森恐怖 呸 这世间谁不知佛法光明正大 你看看 你身上这股邪气 哪里跟佛祖搭得上边 就你那淫佛 迟早会被强者斩杀 汤圆外却是宜然不惧 气势汹汹地开口骂道 嘿 好大的胆子 你以为我当真是来求你的不成 就凭你如此 对我佛不敬 即便现在悔改 那也来不及了 冷哼了一声 那黑衣僧人顿时一摆手 手中长刀之上 骤然透出一丝黑芒 今儿 我把话撂到这 汤小姐我是带走定了 区区不过一个地阶巅峰 我倒要看看 你有没这个资格 嘴角露出一丝冷意 汤圆外不屑地讥讽道 汤圆外虽然身处小镇之上 但是实际上 却也有着地阶巅峰的实力 若非如此 平日也不敢如此地肆无忌惮了 论实力 领头那黑衣僧人也不过就是地阶巅峰实力 而且要论手段 只怕那黑衣僧人还真未必是汤圆外的对手 有胆色 冷笑了一声 黑衣僧人随即开口道 可惜 你这等冥顽不灵的蠢货 却终究不可能明白我佛的力量 眼中露出一丝不屑之色 黑衣僧人一步踏出 身上气势骤然暴涨 背后黑色莲花缓缓升起 将其整个人包裹其中 一念洞间 黑衣僧人骤然一拳击出 恐怖的邪气随之贯彻而出 气贯如虹 刀碎虚空 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压力 汤圆外终于不敢再有丝毫的犹豫 一刀破空而出 直指黑衣僧人 刀锋如洗 锐不可当 咔嚓 一刀落下 根本便无可抵挡 即便是那黑衣僧人身前涌出的黑色莲花 也在瞬间被一斩两断 多年的苦修 终究不是虚度光阴 但就这一道的威势来说 甚至已经足以比拟的一般的天阶强者了 刀意 而且是完整的刀意 那份催枯拉朽 致死无悔的力量 即可斩碎虚空 破 即便已经全力出手 但是那一刀的威势 却终究还是有些出乎黑衣僧人的意料 完全没有丝毫抵抗的余地 一刀之下 胸口顿时被斩出一条长长的口子 鲜血淋漓 几乎伤及肺腑 哈哈 不过几个邪僧 莫非当真 以为能奈何的了本元外不成 一击得手 汤圆外得意大笑起来 手持长刀 那黑衣僧人眼中透出一丝冷意 却是根本就没有答话 双手合十 轻轻吟唱 一段晦涩的梵纹从口中吐出 那黑衣僧人身上 顿时被一股神秘的邪气笼罩 原本被展开的伤口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短短数息的时间 伤口竟然便已经复原 甚至身上的气势 也随之成倍增长 佛法无边 口中高宣一声佛号 那黑衣僧人身上 却是骤然 爆出一股恐怖的邪气 幻化出一尊黑色佛陀之影 狠狠地压向汤原外 虽然本身也不过 只有地阶巅峰的实力 但是借助 这诡异的佛影 黑衣僧人爆发出的实力 却绝对是天阶强者的力道 最重要的是 那黑色的佛影 仿佛根本不受任何攻击一般 轻而易举地 便将汤原外展出的刀芒 化解得无影无踪 一击之下 汤原外的刀翼 骤然被绞得粉碎 这还不算结束 那恐怖的黑色莲花 同时将汤原外笼罩了进去 仿佛要将之融入莲花 之中一般 一时之间 只能听到汤原外绝望的嘶吼之声 却终究无法摆脱 那黑色莲花的禁锢 不要 我跟你们走 放开我爹 几乎是瞬间 一个红衣的女孩 顿时从屋中闯入 正开几个护卫的束缚 哭泣着喊道 放开我爹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们 现在后悔 可惜来不及了 你爹竟然敢敢侮辱我佛 所有余辜 猖狂地看着汤小姐 那黑衣僧人大笑着讥讽道 紧紧咬着嘴唇 那红衣女孩 眼中闪过一丝绝然之色 挥手从旁边护卫的手中 夺下一把长刀 直接架在脖子上 绝然道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既然你决意要我父亲的命 那我便一起陪葬 说话之间 刀尖微微用力 却是骤然在脖子上 带起一丝血痕 只要再多用几分力道 便会展开脖子的大动脉 如此的绝然 却是顿时将那黑衣僧人吓了一跳 虽然只是一个女孩 但是汤圆外的女孩生辰 却恰好似的因年因月因时 正和邪佛所用 若是死了 短时间内 根本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了 等一等 看着汤小姐有自觉的姿态 那黑衣僧人终究是还是让步了 汤小姐 你若肯诚心皈依我佛 我可以做主 饶恕你父亲的罪孕 这一番话 黑衣僧人同时释放出了一丝魅惑之意 同时 略微松开了一些对于汤圆外的束缚 第112章 硬拼 呸 陋习 哈欠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方寸双手抱在胸前 悠然从外面走进来 一脸不耐 眉宇之间露出一抹邪魅之意 一举一动间 仿佛都透着一股 深入骨髓的邪意 什么人 在场的也都不算普通人 甚至自诩都是高手 可是只当方寸这么懒洋洋地走出来 他们这才猛然发现方寸的行迹 又如何能不惊 并不得理会众人 方寸目光随即落到了汤小姐的身上 会做饭吗 啊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不经一愣 顿时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 这话问得也太没溜了吧 道爷我饿了 还不快去给道爷弄饭 眼看那汤小姐还没反应过来 方寸不耐地挥了挥手 斜着眼睛再次吩咐道 阁下是何人 我佛慈悲 不远多造杀念 还不速速退去 手持长刀 围手的黑衣 僧人侧阴阴地威胁道 只是设于方寸身上 那琢磨不定的气息 倒也没有立刻就动手 你没听到我说话吗 翻了翻白眼 方寸淡淡反问道 什么 这话一出 那黑衣僧人 却是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莫名其妙地追问道 我说 我饿了 不懈地哼了一声 方寸压根就没有搭理他的一丝 不耐地挥手 如同驱赶苍蝇一般 这简单的一句话 却是顿时气得那黑衣僧人 差点没喷出一口血来 眼中顿时杀鸡打坐 守座 何必跟他废话 杀了就是 感觉到那黑衣僧人的怒气 顿时就有下面的僧人开口道 汤小姐 还不赶紧跟咱们走 莫要受无知之人引诱 害人害己 这话可就充满了威胁的味道 从那僧人的口中说出 不可谓不狠毒 事实上 这话一出 汤小姐也便顿时犹豫了起来 虽然看样子 来人似乎是来帮他的 但是 一则不知道对方的底细 再者 对方看来 也不过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面对这些邪教的人 又能拥有什么办法呢 如今 只要他跟着这些邪教的僧人走 还可使家中幸免于难 但是若是反抗 那恐怕便是灭门之灾了 不过 这样的念头才刚刚升起 根本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做出决定 便只见方寸的肩上 骤然透出的一抹血色 姐姐 原本站在方寸肩上的小恶魔 呼啸而出 带起一抹黯淡的血影 那几个僧人 根本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便顿时软软地跌倒在地上 灵魂直接被吞噬一空 小恶魔是何等失恋 纵然是如今被封印着 根本发挥不出什么力量来 但是对付这么几个地阶都没到的家伙 那还不是抬抬爪子的事 要知道 当初的在魔魂殿 即便是方寸 若不是依靠九字真言印 也逃不脱被抹去灵魂的下场 这些邪僧 又如何能够与方寸的相比了 这一幕 却是顿时便将所有人吓住了 即便是汤圆外一方 看到那嘴角隐约带带着一丝血迹的小恶魔 心中也不禁一阵发寒 下意识地便退开了几步 阁下究竟是何人 为首那黑衣 僧人脸色骤然大变 死死盯着方寸 身上无声的声腾起一道虚无的佛影 脚踏黑帘 全神提防着小恶魔 只是方寸却是压根不搭理那黑衣僧人 只是冷笑着转向汤小姐道 我说我饿了 你听不见吗 虽然刚杀了几个僧人 但是方寸对于汤家人的态度 可也绝对算不上友善 这冷冰冰的话一出 顿时吓得汤小姐浑身一哆嗦 再不敢啰嗦 下意识地答应着 便转身向屋中跑去 至于那黑衣僧人 更是几乎要被方寸气炸了 这算是什么 压根都不带搭理他的 莫非把自己当作无足轻重的废物吗 此女是天生英女 是要献给我佛的祭品 不管你是谁 若敢阻拦 我佛必将降灾 到时候 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侧阴阴地盯着方寸 那黑衣僧人沉声开口道 佛 略微抬起头 方寸不屑地哼了一声 那你的佛 跟道爷我有个屁的关系 猖狂 太猖狂了 如此行径 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打脸啊 你找死 那黑衣僧人脸上一黑 顿时杀鸡大作 再不跟方寸废话 挥手就是一刀斩下 不管怎么说 他也都是真正的狂信徒 方寸言语之间 已经侮辱到了他心中的佛 自然就没什么可以妥协的了 且不论其他 单就实力来说 这黑衣僧人可是绝对不弱 如今寒怒出手 更是完全没有丝毫留有 背后黑色 佛陀的虚影 更是如同毁灭天地的神灵一般 狠狠向着方寸一刀斩下 黑色的长刀 爆出一抹如墨的刀光 刀口之上 只是透出一朵黑色的莲花 妖异而神秘 即便是刚刚对汤圆外出手 刀光之中凝聚的邪灵气息 也远没有这一刀恐怖的 那妖异而神秘的气息 射人心神 仿佛要彻底将人的灵魂与意志 都吞噬进去一般 若是换了其他人 别说是地阶实力了 就算是天阶强者 一个不慎 恐怕也得着了道 顿时落个重伤的结局 只是 这些对于方寸来说 却简直就是小儿客 左手微动 暗中捏不动冥王印 便有一股雷音贯彻而出 轻而易举便将方寸护住 完全不受那邪灵的影响 眉头微挑 方寸也根本就没有搭话的意思 一探手便是一记擎龙手拍出 只守擎龙 无影散人的绝学 是何等的可怕 作为最后三十之一 擎龙手中便已经隐含大道规则 这一掌拍出 即便是天阶强者 也得小心应付 更别说 是这只有地阶巅峰实力的邪僧了 一掌落下 呼啸之间 却是一把便将那邪僧抓住 挥手之间 便将其斩下的长刀抓碎 连带着那黑莲花 也一起绞碎 再不见丝毫踪影 破 一口血喷出 那黑衣僧人 疯狂将所有力量 尽数爆发而出 这才勉强没有 被方寸抓过去 只是这一击之间 却便已经受了极重的伤 心中的震撼与恐惧 更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了 不堪一击 冷哼了一声 方寸却也完全没有追击的意思 森然道 不过是个地阶而已 连这点实力 都是强行提升上去的 也敢与我交手 这话一出 顿时便将那黑衣僧人 最后一点斗志鸡的粉碎 事实上 他原本就不过只是 地阶的实力而已 只是加入了邪教 信仰邪佛之中 这才凭借邪功 强行提升到了地阶巅峰 要论真实实力 根本连一般的地阶巅峰都不如 只是凭借不知如何借来的 邪佛气息 这才能够击败汤圆外 这样的老牌地阶巅峰高手 可是 一旦真正与方寸这等强者交手 那便顿时原形毕露了 毕竟 他最引起唯傲的邪佛气息 对于方寸来说 压根就没有任何效果 凭借着气息提升的战力 更是不值一提 事实上 若不是方寸没有杀心 那一掌擎龙手 就已经足以将之斩杀了 尊驾是高人 小僧不是对手 深吸了一口气 那黑衣僧人缓了缓神 这才继续开口道 只是 这趟小姐是要寄献给我佛的 无论如何都不容有失 尊驾若是持强多管闲事 自然会有人出面 到时候 尊驾再后悔 虽然实力远不如方寸 但是他却并不畏惧 这件事根本就不容有失 在教中 他实际上 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头目而已 只要抱上去 自然便会有真正的护教使出面 眉头微挑 方寸心中 却是不禁生出的一丝好奇 如此看来 这所谓的邪教 却是比自己想象的更为复杂 这所谓的邪佛 又算是怎么回事 心中转过这些年念头 也不过就是眨眼的事情而已 表面上 方寸自然是不会露出丝毫一样来的 道爷我想要如何行事 还轮不到你来多嘴 翻了翻白眼 方寸傲然道 给你们实习的时间 若是还不滚 那就全部给我留下吧 这些人多数不过都市玄阶的实力 对于方寸来说 杀之如屠狗 根本就是抬抬手的事 但是 方寸却并未打算 直接杀掉这些人 这所谓邪佛的事情 已经提起了方寸的兴趣 若不探得清楚 又岂能安心 小子 你想好了 这等邪教 至少也会有天阶巅峰强者作证 再加上诸多手段 以你的实力 可讨不到什么便宜 一眼就看穿了方寸的心思 小恶魔的声音 却是顿时在心底响了起来 不以为意地撇了撇嘴 方寸的嘴角 不觉浮起了一丝冷意 淡淡道 你不是说 只有天阶巅峰的强者 才能凝聚灵魂血珠吗 有人送上门来 难道不好吗 论实力 如今的自己 当然不可能是天阶巅峰强者的对手 不过 谁说只有实力 才能决定一切 对于一个顶级刺客来说 越级杀人 本身就算不得 什么新鲜事 硬拼 呸 陋鞋 第113章 邪道人 一 看着黑衣僧人带着人退出宅子 汤原外心中这才猛然一松 连忙上前冲着方寸 弓身行为一礼道 多谢道长元首之意 汤某不胜感激 勉强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方寸大咧咧的 竟自迈不向屋子走去 微微一震 汤原外随即冲着下人吩咐道 快 吩咐下去 让人好好准备饭菜 一定要让道长满意 慢着 脚下的步子猛然一顿 方寸回过头来 脸上带着冷笑缓缓开口道 怎么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 道长这话是怎么说的 汤某和家上下的命 都是道长救的 道长有吩咐 自当竭力做到 岂敢违背 不知方寸为何恼怒 汤原外苦笑着询问道 道也说让他做 便是他做 谁要吃那下人准备的饭菜 冷笑了一声 方寸傲然开口道 莫非 道也指使不动他吗 这话一出 汤原外顿时面色大变 一时间简直差点就想拔刀 跟方寸拼命了 好不容易送走了那些邪僧 原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却不想 这位主竟然也是如此 这根本就是才脱狼口 又如虎穴啊 怎么 你有意见 眉头微微一挑 晒然一笑 方寸不应不扬地讥讽道 虽然并未动手 但是那一股威胁之意 却是丝毫的不减 以方才一掌击败邪僧的战绩在 汤原外纵然恼怒 却也当真不敢立刻就跟方寸翻脸 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开口道 道长 我敬你救了我 一家性命 可是道长这个态度 却实在令人心寒 好叫道长得知 汤某 竟然敢跟那邪僧拼命 自然是早就将生死置之都外了的 话虽然没有说明 但是却已经非常清楚的表面的态度 你救了我 与我有恩不假 但是你若想邪恩索报 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 那也不过就是拼死一步而已 我纵然不如你 那也是不惜一死的 这话一出 方寸对于这白胖的汤原外 倒也生出了几分好感 不过 这些好感 却是并不会让方寸的态度 有丝毫改变的 冷冷扫了汤原外眼 方寸顿时出言讥讽道 你是说我邪恩索报了 嘿 道也我一生行事 求的 就是随心所欲 我饿了 想要找个美人来给我做饭 所以顺手救下他 可不是想要你有什么回报 顿了一下 方寸继续道 你也不必当我 与你有什么恩惠 若想动手 尽管拔刀就是 道也我道也想看看 你能耐我何 话虽然不多 但是那每一个字中 仿佛都透着一股巨傲之意 压根就没有把汤原外放在眼里 纵然是把话掰开揉碎了 也不过就是那么会事 完全没有丝毫遮掩的意思 听到这 汤原外却是差点没被气吐写 这摆明就是在欺负人啊 可是 偏偏人家就是有这个资格 实力摆在哪 你根本就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 爹爹 仙儿愿为道长奉斋 说话之间 那汤家小姐 却是顿时从外面走了进来 轻声开口道 完全没有半分勉强 也不能汤原外答应 便镜子向着 方寸行了一礼道 道长请稍后 仙儿这边去准备 这才有些意思了 满意的点点头 方寸完全没什么谦让的 仿佛这根本就是 他家一般 大摇大摆地 便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懒洋洋地吩咐下人 给他上茶 上点心 这样的举动 着实将汤原外气得不轻 只是想到对方那恐怖的实力 却又不得不按捺住脑溢 在一边做陪 毕竟 如今方寸的态度虽然不好 但是要求却也并不是那么苛刻 为恩人准备饭菜 本就是应该的 若是换个说法 汤原外也乐得让女儿 露一露手艺 可是这样 却实在太有些憋屈了 可惜 方寸却是全不在乎他的心情的 小子 你不会真的疯了吧 天阶巅峰的强者 那可不是 我这种被封印 只能透过灵魂攻击 可比的 挥手之间 便有天地规则轮转 你莫不是脑子进水了吧 小恶魔依然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事实上 之前他之所以说出来 就是想要绝了方寸的念头 让他按照自己的指引 血洗生灵 凝聚灵魂血珠 却不想 方寸却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就挑衅了这样一个邪教 那架势 倒像是真的想要与天阶巅峰的强者交锋一般 即便在魔魂殿之时 就已经见识过了方寸的心机与手段 如今 小恶魔也不禁 还是生出了一种 方寸疯了的念头 反正任主一事也并不完整 就算是我死了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 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方寸随口回答道 我呸 那也太丢人 哪怕只是名义上暂时的主人 也不能这么弱智吧 将来若是传出去 说魔魂之意的主人 竟然死在一个天阶巅峰的手里 那简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 小恶魔气恼地破口大骂 仿佛这样的念头 就已经是万恶不赦的了 洒然一笑 方寸却也并不理他 干脆任凭他如何叫嚣 都不再回答了 悠然端着汤府下人送来的茶水 一口一口地平了起来 当然 这也是因为小恶魔与方寸 始终都只是在心中交谈 否则 刚刚那些话 若是被汤圆外听到 只怕非得吓死不可 反倒是小恶魔 被方寸弄得 当真恨不得跳起来 一口咬死方寸这混账小子 事实上 若不是他如今没有实体 又进行了认主 根本就没法攻击方寸 只怕他早跳起来 一口咬在方寸脖子上了 说话之间 汤仙却已经将饭菜准备好了 一共六个菜 虽然比不上大厨弄出来的奢华 却也算是精致 色香味俱全 让人食指大动 道长请用 亲自将碗筷摆放到方寸的面前 汤仙轻声开口道 好 赞许地点了点头 方寸随手拿起筷子 也不客气 镜子吃了起来 还不知道长如何称呼 眼见方寸还算满意 汤仙这才试探着问道 邪道人 第114章 邪道人 2 邪道人 这是方寸之前就已经想好的身份 毕竟虽然方寸并不知道这里是 可不保证 人家就不知道方寸这个名字 不夸张地说 方寸如今的身份 简直就如同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除了改变容貌之外 最好的手段 就是改变气质与平日的习惯 虚拟出一个 让人绝对无法与之 将你联系到一起的身份来 方寸以往展现给世人的 是一副偏然加公子的 师见双绝 风采斐然的 虽然谈不上善良 但是却绝对与邪气沾不上变 所以 如今出现之后 方寸却是以这么一个邪道人的形象定位 无论是形式还是说话 都透出一股浓浓的邪气 善恶难辨 但是却绝对与方寸的形象搭不上变 当然 之所以弄出这么一副形象 很大程度上 也和小恶魔有些关系 毕竟 这么一个面目猙獰 如同雪蝙蝠式的家伙 怎么也很难让人与之善良正义 联系到一起去 既然如此 索性 就弄得邪气的身份出来 倒也相依得张 当然 除此之外 邪道的人形式 也能少几分顾忌 多几分洒脱 不过 对于汤圆外与汤心来说 方寸这种身份的定位 却实在是有苦难言 方寸一旦想要融入一个新的身份之中 无论面对是路人还是敌人 朋友 表现出来的态度 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既然是邪道人嘛 那自然是绝对不会让人感觉到舒服的 饭不够 再来一碗 盛饭的小碗 被方寸吃得一片狼藉 方寸却是完全没有半点犹豫 一推手 就直接将脏碗推到了汤心的面前 让他重新再打一碗来 这样的架势 纯粹就是 想要把汤心当作丫鬟使欢 全无半分怜惜之意 汤圆外被气得直瞪眼睛 却偏偏始终一个字都不敢多说 人性是古怪的 虽然不怕死 但是却也不表示 他就乐意没事去找死 只要不触及到他的底线 多半还是能够忍受的 反倒是汤心 一副魂不在意的样子 全没丝毫怨言 直到此刻 方寸这才真正好好地打量了一下 这个邪僧们 想要抢走的女孩 一身红色的衣裳 与那些大家闺秀相比 头发很短 带着一些自然卷 整个人显得非常精神 眉目清秀 脸颊宛如星月 虽然比不上王小雪那般清澄之容 却也精致如玉 让人忍不住生出赞叹之意 的的确却算得上是美女了 当然 方寸这样的打量 本身是不含任何奇异的 但是 落到汤心 与汤原外的眼里 那便成了银邪的目光了 简直是要将汤心 一口吞到肚子里一般 一瞬间 汤原外顿时浮然色变 几乎便要站起来 跟方寸拼命 这样的变化 自然是瞬间便被方寸感觉到了 心中一阵好笑 表面上 方寸却是顿时冷哼了一声 森然的目光 转眼便落到了汤原外的 身上 怎么 汤原外 可是对我有意见吗 你 汤原外却是整个人都快要被气炸了 有这样的混蛋吗 当着人家的面猥亵别人女儿 还敢如此嚣张地讥讽指责 眼看汤原外就要翻脸 汤心连忙扯了一下汤原外的袖子 同时将盛好的饭 再次端到了方寸的面前 道长请用 被汤心这么一打岔 方寸这才借机收回了目光 点了点头道 对了 你们这是什么地方 这镇子不是什么大地方 道长想必是不知道 此地名为青丰镇 周围也都是一些小村落 汤心微微一正 随即详细地解释道 从这里向南一直走 大约有不到千里 便是华西城了 这一连串的解释 对于其他人来说 或许已经足够详尽了 但是对方寸来说 却简直等于没说 他如今最想知道的是 这里属于那一片玉 而不是具体是什么城市的范围 不过 你却是总不好直接问人家 这是不是北玉 或者南疆吧 略微沉吟了一下 方寸这才继续开口道 久闻华西城强者如云 怎么却还能存在这等邪教 提到这个 汤心不经一正 随即道 道长是从王城过来的吧 这边却是不同于王城的 早在十年之前 就出现了这个邪教 据说是密传佛教 信奉邪佛 在整个南方都非常出名 声势浩大 据说 教主更是天阶巅峰的强者 又有邪佛加持 纵然是国师 也有几分忌惮 哦 眉头一挑 方寸眼中闪过一丝精芒道 国师修为通天 难道还胜不过那什么教主不成 那倒不是 只是 自当年苦行僧身允隐之后 咱们西末 便一直没有正统佛教的强者出现 纵然是国师 也无法控制各种密传佛教流派的传播 信奉邪佛的人虽然多 但是也只是仅限于这南部一块 国师坐镇王都 只要他们闹得不是太过分 自然也不好出手 西末 真正听到这两个字 方寸心中却是不禁一阵苦笑 这算是什么事 一眨眼就把自己扔到西末来了 此地距离北域可绝对远的厉害 指望自己走回去 真不知得要多久了 说不得 恐怕将来还得走一趟王城 想办法通过传送回到北域才是 不过 如今可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方寸嘴角不禁露出一丝冷意 淡淡道 有意思 我奉师命出外历练 却是正好会会这所谓的邪佛 看看究竟是他邪 还是道也我邪 推开碗筷 方寸顿时冷笑着起身 淡淡道 天色不早了 还是早些休息吧 道长稍后 仙这边为道长收拾房间 不必了 一挥手 方寸眼中透出一丝邪气 悠然道 我看汤小姐的房间就很好 我便在那休息好了 这话一出 汤圆外与汤仙 却是不禁同时色变 说话之间 汤圆外更是忍不住 直接便蹦了起来 一把抽出长刀 咬指方寸 妖道 你气人太甚 第115章 邪道人 3 妖道 这可就是赤裸裸地叫骂了 汤圆外白胖的身体一颤一颤的 显然也是气氛到了极点 否则 怕是也没那个胆子 这样的跟方寸叫嚣的 一个一招就能击败邪僧的人 杀他恐怕也不过就在一掌之间 在这种程度下 竟然还有勇气 当面骂出声来 这便已经不是的普通人 能够做得出来的 心中有着几分欣赏 不过 表面上却是绝对不会显露出来的 脸上带着一丝邪魅 舔了舔嘴唇 方寸略一探手 身形如垫 弹指之间 身体带出一道残影 一把姜汤圆外的手腕叼住 猛然用力 瞬息之间 便直接将其手腕白断 劈手将刀夺了过来 根本没等看清怎么回事 刀光微闪 便直接落到了汤圆外的脖子上 这一切都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让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过来 按说 以汤圆外的实力 是不应该这么容易就被控制住的 地阶巅峰的实力 终究却也不是摆设 只是 从心底 他对于方寸 就已经产生了一种 不可战胜的影响 方寸那是什么人 真正的顶级刺客 即便是同等实力的情况下 一个不慎 都可能被他钻到空子 更何况 是一个已经被夺了气势 心中留有致命破绽的死胖子了 出手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 也完全没有太多的技巧 唯一要做的就是快 快到了极致 令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得快 行自觉瞬息展开 那种瞬间爆发速度 即便是天阶强者 也难以比拟 若是见过方寸施展的人也还罢了 像汤圆外这种压根没见过过的 顿时就被这恐怖的速度吓住了 甚至下意识地产生了 方寸本身 可能就是天阶强者的念头 骂出来 表示宁死不屈是一回事 但是 心中的恐惧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一招被治 汤圆外心中猛然一颤 却并没什么意外的 在他印象中 方寸一招制住他 原本也就是理所应当的 不过 这些却并不能阻碍他 继续破口大骂 妖道 有种你就把老子杀了 否则老子就是变成鬼 也要咬下一块肉来 刀锋微微下压 在汤圆外的脖子上 划出一道血痕 方寸不嫌不淡地开口道 你死了 最多也不过就是一个怨灵 挥手之间也就灭了 能翻起什么风浪来 你 这话说出来 却是差点没把汤圆外 直接气晕过去 这简直是连死都不能安宁啊 连最后一丝的希望 都是彻底消弭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好了 冷笑了一声 方寸眼中透出一抹杀鸡 你以为邪僧能够灭你满门 我便办不到吗 不要 说话之间 汤圆猛然拽住方寸的袖子 扑通一声就跪到了地上 求道长饶过爹爹 希儿一切愿听从道长吩咐 希儿 你起来 不要求这妖道 脸色铁青地看着希儿 汤圆外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汤希儿却是并不理会 跪在方寸的面前道 道长 求你放过我爹 希儿愿为奴维币侍奉道长 真正面临死亡的危机 所谓的自尊 都不过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更何况 如今这还是以整个汤家 何家上下为邪 破 一口溺血喷出 汤圆外脸色满是惨笑 心中却已经反应过来了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也根本就不是他能够决定的了 一时间 却是心灰意冷 再无一丝求生之念了 头一拧 便镜子向着刀锋上撞去 虽然地处偏僻 但是 他却也算是纵横一生 不想去终究 连自己的家人都保不住 这样的打击 顿时便粉碎了 他的一切求生之念 啪 刀背微微一翻 方寸随手便将汤圆外打飞了出去 嘴角溢出一丝冷意 想死也别污了道爷的手 手腕略以用力 长刀骤然化为一道荧光 从汤圆外脸颊之侧 插了下去 妖道 你不得好死 尊严被彻底践踏在脚下 汤圆外简直万念俱灰 那种屈辱感 生生能够将人逼死 还不去收拾房间 难道当真 想要事情不成 翻了翻白眼 方寸轻哼了一声 转向汤圆道 是 啊 下意识地答应了一声 汤圆这才猛然反应了过来 难道听这话的意思 仅仅只是要睡自己的房间 而不是侵犯自己 眼中露出一丝邪气 方寸伸手轻轻搭到汤圆的下巴上 怎么 莫非你舍不得道爷不成 不是 不是 一瞬间 汤圆的脸便顿时变得通红 如同受惊的兔子一般 眨眼便退出了好几步 这才惊魂未定地 转身向着自己的房间小跑而去 看着汤圆惊走 方寸不禁大笑了起来 放心 你的红丸道爷先给你留着 否则 断了那些邪僧的念想 岂不是大大的没趣 这话听到汤圆外他们的耳中 无非就是一种威胁与炫耀 但是对于方寸来说 其实却是故意要让他们听到 甚至传出去的 今天逼走了那些邪僧 对方势必是要查他来历与身份的 既然不想走 那么借着这个机会 在汤家住下来 同时故意显露 一些邪气的一面 通过这些人的嘴传扬出去 传递给对方一个虚假的形象 这本身就是方寸要的效果 而且 这些也还远远不算是结束 当然 为了让汤家的人 也不至于真的就没完没了地跟他拼命 露出一些口风安定人心 也是必要的 嘴角带着一丝邪气的笑意 方寸这才懒洋洋地跟着 踏入了汤圆的闺房 女儿家的房间 终究是与男人不同的 一进屋子 便能嗅到一阵淡淡的幽香 并非什么熏香 而是真正女孩身上的体香 房子不大 但是却布置得非常用心 处处透着一股女儿家的细腻 让人不禁有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 桌子上摆得有茶杯 床头放置着一张小桌子 上面干干净净的 显然是刚刚被汤仙收拾掉了 道长 仙去准备一些干净的衣物 明天一早来侍奉道长起床 别的不说 至少在姿态上 汤仙是摆得极低的 仿佛真的就把自己当作一个侍女一般 小心谨慎地侍奉着方寸 当然 所有这一切 说穿了也都不过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 为了保证家里人不至于遭致恨祸 本身即便是做出任何牺牲 也都是不在乎的 更何况 听方寸话中的意思 也并没有真的要他身子的意思 自然就越发地谨慎了 看着汤仙离开 方寸这才懒洋洋地 在汤仙的床上躺了下来 一股淡淡的疲倦 不觉间涌上心头 这些日子 他几乎没有一天是松懈的 整个人的神经都被绷紧到极致 直到此刻 即便能够长时间不眠不休 但是真正沾到床之后 那种疲倦感 却终于还是无可抑制地涌上心头 西莫 对于他来说 这里无疑又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而且 面临的挑战也绝不简单 恐怕一觉睡醒之后 就再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微微叹息了一声 摇了摇头 并不理会小恶魔的啰嗦 只留下一丝意念保持警戒 人却是沉沉睡了过去 左护法 不是小僧无能 实在是那道人邪气的厉害 这么横插一杠子 我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啊 一口气 逃回驻扎在这边的秘密据点 那黑衣僧人忙不迭地 把事情汇报了上去 几乎是声味俱下地解释道 一招 眉头微微皱起 左护法沉声问道 你确定 是在你借用了五佛的气息之后 还是一招就轻松击败了你 被称为左护法的僧人 看起来也不过就是四十左右的年纪 身上披着一件灰色的僧袍 手中 拄着一根血色缠杖 静静站在那黑衣僧人的身前 虽然只是简单的问话 但是整个人却透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让人打心底 生出一种战力感 不敢欺瞒左护法 小僧所言句句属实啊 浑身一身发寒 黑衣僧人连忙跪下磕头 只差没有发毒是保证了 你确定对方只有二十来岁的年纪 沉默了片刻 左护法再次问道 是 那人邪气得很 指不定只是表面 看上去年轻也说不定 还有一句话 黑衣僧人却是没敢说出来 自家的教主 看起来不也就是二十来岁的样子吗 但是却已经主宰了整个西末 整整十年了 自始自终 容貌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邪气 略微沉淫了片刻 左护法终于还是摇了摇头 那边应该不会是他 不过 还是谨慎些得好 护法说的人是 不该你问的 就不要问 下去吧 先不要动手 派人给我把清风阵盯住 有任何关于那人的消息 都给我报来 记住 一个字都不许错 面色一沉 左护法顿时冷声呵斥的 是 是 这话一出 黑衣僧然自然再不敢有片刻停留 连滚带爬的 便逃了出去 能让左护法都如此重视 这样的人 绝不是他能够报复的了 能够逃出这一条命来 就已经算是侥幸了 第116章 祸害一方 一 抬头看了一眼窗外 风和日丽 方寸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欠 理所当然地 既受着汤心服饰更衣 便如同自家的侍女似的 今儿这天不错 陪我出去走走 随手将地剑附在背上 方寸随口说道 这边的场员外 连夜让人找来的青蓝色道袍 却也蛮合身的 在场仙的服饰下 头上扎着发迹 却也颇有几分出尘的味道 如今这副卖相 再加上方寸故意露出的那骨子邪气 别说是没见过他的人 就算是熟人当面看见 只怕也未必敢认了 对着顾京照了照 方寸这才满意点了点头 行了 就这么着吧 咱们走 道长 是不是先用些番仙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不用 倒也我不饿 懒懒地摆了摆手 方寸自顾自地向外走去 至于说汤仙饿不饿 似乎那就完全 不在他的考虑饭壶之内了 按照方寸的吩咐 倒是没让其他人跟着 就直场仙 如同侍女般跟随在身边 一路给方寸介绍着周困的情况 当然 其实说开了 这边也并没什么好逛的 一个小镇而已 能出一个汤家这样的大户 已经是意外了 你们这镇上 管事的是谁 懒懒地打量着周固 方寸略彻皱了皱眉头驴道 是留守的李将军 据说 当初在华西城 做过城主的护卫 年纪大了 这才回到清风镇来养老 清风镇上 基本上什么事 也都是他说了算 没有丝毫地犹豫 汤仙子怀地解释道 当然 事实上 在这清风镇除了这个李将军外 汤家也同样是拥有 绝对话语权的存在 不过 这话自然是不会从 厂仙的口中说出的 这些事情 方寸也能想到 但是同样不会解剖 略斑点了点头 方寸随即迈步 摆着旁边的一家药铺走去 小心着点 这可是刚刚摘下来紫云草 金贵着呢 那是华西城的大人点名要的 你们几个看着点 若是弄碎了玉霞 流失了药性 就是卖了 你们也赔不起 老掌柜紧张地盯着那些伙计 拄着拐杖小心地指挥着 全然没注意到 方寸他们的到来 哦 紫云草 眉头微微一挑 方寸镜子走到那车前 劈手从一个伙计的手中夺下了一个玉霞 随手打开 哎 你什么人 谁让你碰着玉霞的 被夺了玉霞 那伙计顿时被吓了一跳 叫骂着就要来抢 却不想 方寸压根就没搭理他的一恩 不等他凑过来 袖子轻轻一扶 一股大力骤然垂出 一袖子就将那人直接扇出了十几米去 顿时便摔了个头破血流 这一下 却是顿时把周围的伙计吓得不轻 这力量 怕是修行者吧 那可绝对不是瀑布人 他们不过也就是混口饭吃 哪还敢再凑上来 十年的紫云草 年份少了点 不过 也还凑合 并不理会其他人的目光 方寸随手捏出紫云草看了看 毫不在意地抓在手里 看白另外是个玉霞 韩小姐 您这是什么一恩 眼看着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那老掌柜 却是顿时期的脸色火轻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方寸身后的汤仙 沉声问道 被这么置于 汤仙却也是有苦说不出 这仗怎么就算到他的头上去了 可是 偏偏 这个尊口 他还没法解释 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汤仙这才轻声道 道长竟然看上这紫云草了 那便算是我汤家买下了 你开个架就是 听到汤仙这话 那老掌柜顿时为之一致 这才说道 汤小姐 不是小老不给你面子 实在是这紫云草 是华西城的一位大人定下的 小老实在得罪不起啊 这紫云草的珍贵 您也是知道的 若是送不过去 小老可是吃罪不起啊 汤家的势力虽然大 但是要这批货的人 可是华西城的贵族 同样也得罪不起 虽然不敢得罪汤家 但是这话却是非说不可的 更何况 这话隐约也有些提醒了义恩 你汤家虽然厉害 但是那也就仅限于在这清风镇上 若走到了华西城 那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随便就得罪华西城的贵族 只怕也是要掂量掂量的 若是平日 厂西儿自然是不会得罪人家的 只是如今 却是根本就退不得呀 别说是华西城的贵族了 就算是华西城主 这个时候 那只怕也得先靠边站 开什么玩笑 若是惹恼了身边这位主 只怕历时就是雪剑五步 哭都没地哭去 不必再说 这紫云草我汤家要定了 一眼中露出一丝决然之意 汤西儿沉申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小老便单些干系 分一株紫云草出来好了 只会一致 眼见汤西儿态度坚定 那老掌柜 却是终究不敢太过得罪汤家的 苦笑着让了一步 所谓花花轿子人疑人 放低姿态到这种地步 即便汤府再是大 也得答应了吧 可烈 方寸却跟汤府完全没什么关系 也完全没给谁面子的兴趣 随手将另外一些玉匣 也都打开瞧了瞧 这才摇头到 年份实在短了些 不过 也还将就着用吧 行了 这些紫云草道也我都要了 说完这话 方寸完全不理会其他人的脸色 大摇大摆地 将这些玉匣收拢到一起 如同装什么垃圾似的 滴流到一起 一把就拎了起来 站住 你那道人 怎的这么不懂规矩 眼看方寸没有酒好 给他台阶的义恩 老掌柜虚实 忍不住蹦了出来 伸出拐杖指着方寸骂道 老夫已经给你脸了 却还是这般逞强 当真是给脸 这话还没说完 便只听拍的一声 也没见方寸怎么动弹 那老掌柜却是一巴掌 就被扇倒在了地上 牙齿也被打落了几颗 眼中带着一丝邪气 方寸顿时便冷笑了起来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用手最心好好 输成最快 指你家道爷 一瞬间 杀鸡四亿 仅仅是一句话 无形之间 所有人心中 不禁都冒出了一股寒意 差点没下皮在那 汤仙更是被吓得花蓉失色 唯恐方寸一个不高兴 便将这里杀个尸横遍野 道长息怒 道长身份高贵 何必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 让你说话了吗 对于汤仙来打圆场 方寸却是没有半分领清的义恩 当即便冷笑了起来 森然的目光 缓缓落到场仙的身上 一句话 就将汤仙所有的说辞 都顶了回去 直到此刻 汤仙这才反应过来 在人家心底 她可不是什么汤家小姐 不过就是一个悲撒的侍女而已 这种场合 哪有她求情说话的份 一时间 汤仙顿时背下的脸色惨白 对不起 仙再也不敢了 这个时候 什么别人的死活 汤仙却是完全都顾不上了 只希望这只道人 不要迁怒到汤家就好 冷哼了一声 方寸却也并不再理会她 镜子转白那老掌柜道 道谋看上了什么东西 从来都是旁人主动寂静的 何曾有人敢骂过道演 被方寸吓得不轻 那老掌柜 却游自惦记着华西城的贵族 连声道 不是小老儿 为难道长 实在是这已经卖给了人家 那华西城的贵族老爷的东西了 那你就告诉他 这紫云草道爷拿走了 若是他拾去 就只当是寂静道爷了 若不服 那就让他尽管来找道爷 眼中逮出一丝寒芒 方寸淡淡开口道 仿佛这原本就是什么 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样 理所应当 那老掌柜原本还想说什么 只是眼角却是突然扫到场线 那惨白的脸色 心中顿时咯噔一声 后面的话 确实灯是蜷缩了回去 直到这一刻 他才猛然反应了过来 这似乎与他想得完全不同的 这位浑身置气的道人 可不是汤家什么下人 而且 看样子 就算是汤家小姐 对他也是异常畏惧的 这等人物 可就绝对不是 他能够得罪的了 说不得 人家恐怕还真就 没把华西城的那位 当什么人物 对了 你这紫云草是哪摘来的 并不在乎旁人心中的念头 方寸自顾自的驴道 若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和人拉家长一般 只是 一巴掌被打得半边脸都肿了起来 牙齿都掉了几颗 老掌柜哪还敢跟方寸敷衍 顿时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咱们西边有一片荒漠 里面缠有各种灵药 经常会有人进去碰运气 有时候就能采到一些灵药麦 不过 那荒漠实在危险的紧 小老是没办法进去的 只能在外困晃荡一下 略微点了点头 方寸淡淡道 是谁经常进去采药 这微微犹豫了一下 老掌柜终究还是没敢说谎 轻声道 是李将军的人 还有一些华西城的贵族 有意安 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方寸这才回头弄了一眼场仙道 行了 这就带路吧 咱们去见见这位李将军 第117章 祸害一方 2 去见李将军 这话从方寸的口中 竟是如此的轻描淡写 仿佛那根本就不是主管一方的大人物 与路边的阿猫阿狗也没什么区别 根本不会去考虑 对方见不见自己 或者说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态度 这姿态 对于方寸来说是理所当然 但是 听到其他人的耳中 却简直不亚于一场飓风了 那可是李将军啊 对于清风镇上的人来说 那简直是天 这一刻 那老掌柜更是被吓得浑身冒汗 连李将军都不放在眼里的人 就算是杀了他 那也不过跟才死一只蚂蚁差不多 绝对不会有任何人为他申冤 手中捏着一株紫云草 方寸却是魂不在意 所谓药性流逝的 这些紫云草 对于方寸来说 算不得什么珍贵之物 反而是那片出产灵药的荒漠 让方寸很有兴趣 要知道 他如今本身就会炼丹 只要能搞到灵药 自然就能炼制成丹药 尽快提升实力 甭管用什么手段 总要得弄一些灵药到手才是 更何况 如今这恶名 恐怕还不够想 总得再做几件大事出来才行不是 什么人 不知不觉之间 在汤仙带路之下 方寸便行到了 这位李将军的府邸 虽然与王都或者青州府的宅子相比 这里寒沉的厉害 但是 在清风镇 那就已经是了不起的豪宅了 洒然一笑 方寸懒洋洋地看着 两个守卫的护卫 道爷我是什么人 也轮得到你们来管 反正是上门来找事的 而且 在实力上 也同样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又是以邪道人的身份出现 方寸自然不会有丝毫的顾忌 一句话便顶了回去 大胆 作为李将军的护卫 在这清风镇上 谁不给几分面子 如今 被人这么当面呵斥 脸上奶还挂得住 当即就有护卫拔出了腰间的刀 威风凛凛的指向方寸 放肆 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敢对道长无礼 眼见情况不对 汤仙终于还是忍不住站了出来 冷声呵斥的 这么一出声 却是顿时 就被两个护卫认了出来 旁人不认识 但是这汤家的小姐 却是无论如何都得知道的 有汤仙出面 他们自然是不敢再摆谱的 虽然名义上 自家将军是清风镇的主管 但是实际上 汤圆外却一直都是 与李将军平起平坐的 汤小姐亲自上门 即便是李将军 也不好太摆架子 更不要说是他们了 只是想到方寸那恶劣的态度 却终究还是 有些气恼的 小声嘀咕的几句 这才欠身道 既然是汤小姐的贵客 小的自然是不敢阻拦的 小的这就去回报将军 方寸他们自然是要在外面等一会的 总得人家主人请你进去 你才能进 只是 方寸却哪有那耐性 一跨步便镜子迈进了大门 站住 另外一个护卫脸色一变 伸手就去拦方寸 却不想 这才刚动弹 便骤然感觉到 一股大力袭来 一口气没提上来 眨眼便被先飞了出去 连一个胡人话都没能说出来 这样霸道的姿态 落到汤仙的眼中 却也只好苦笑了 这位主可不是 他能够劝得动的 一路进去 不断地有护卫来阻拦 只是这些护卫 也不过就是先天实力而已 连玄阶都不到 如何能够阻拦方寸的脚步 从头到尾 方寸甚至都没有出过手 就是这么悠然地 从外面踏进来 信不闲停般走来 神念洞间 就已经足以压制的所有护卫 生不出半分反抗的念头来 甚至有人直接便跪了下来 反倒是一直跟在方寸身后的汤仙 压根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压力 可是越是这样 对他来说那种震撼才越是可怕 汤圆外本身就是地阶强者 汤仙虽然本身 不过只是先天实力 但是眼里却绝对不差 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那种对于力量与神念的控制力 简直已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 恐怕也只有那些天阶强者 才有这样的实力吧 事实上 单论神念的强度 如今的方寸 还真的与天阶强者相差无几 在控制的手段上 或许还要更强几分 毕竟所谓神念 其实就是对于精神力的一种应用而已 说穿了 还是一种心灵的力量 心境强 对于其的控制力 自然就更强了 道长如此实力 又何必与这些下人为难 信不知间 李将军却是终于赶了出来 沉申开口道 目光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虚发威有些发白的人 缓步从里面走了出来 虽然已经有些老态 但是年轻时那份锐气 却依然不减 俨然一副沙场汗将的样子 略微打量了一下 这位李将军 方寸的嘴角 这才露出了一丝笑意 淡淡道 道也有几分煞气 将军二字 也算勉强当得起 这话若是换一种说法 立刻就能变成恭维 可是 从方寸的口中说出来 却便顿时带上了一股浓浓的讥讽之意 脸色微微一沉 李将军冷哼了一声 道长到我府上 不知所谓何事 虽然被方寸这么闯进府来让他很是不爽 但是如今方寸表现出来实力 却实在有些让人摸不准 即便是他也不想贸然与之为敌 很简单 听说西边有个荒漠 初产灵药 李将军又经常派人去收集灵药 不知可否割爱 分我一线 笑盈盈地看着李将军 方寸完全没有嘶吼不好意思的样子 懒洋洋地开口道 所谓的灵药 用脚趾头 想也不会是普通货色 能够让方寸这等强者窥伺的 必然是那些珍贵的灵药 这等灵药 即便那是李将军 也很少能够得到 自己用都不够 如何能够分给别人 并不夸张地说 这就是赤裸裸的打劫 而且还是那种 要你从身上弯肉的 道长玩笑 荒漠并不是属于谁的 若是道长有心 自去摘取便是 话虽然没有说明 但是拒绝之意 却是已经尽显无余了 眼中透出一丝邪气 方寸懒洋洋地开口道 我这人懒 自己去摘实在太麻烦了 还是劳烦将军帮我采一些吧 轻轻伸出三根手指 方寸淡淡道 我也不贪 这个数够了吧 三成 你好大的口气 凭你一句话 就想拿走我三成的份额 冷笑了一下 李将军身上煞气大作 狠狠盯着方寸道 哈哈 洒然一笑 方寸微微摇头 讥讽道 将军怕是理解错了 我说的是 你留下三成 剩下的全部归我 这话一出 不但是李将军 就算是汤仙 也不禁一阵苦笑 刚刚以为方寸要三成的时候 他就已经觉得有些狠了 却不想 方寸一张口就要七成 这简直就是明抢啊 笑话 单手按在腰间战刀之上 李将军顿时冷笑道 道长怕是脑子不大好使吧 我看还是先回去清醒清醒再说吧 你 是在骂我吗 慢条斯里的伸手拖着下巴 方寸笑眯眯地问道 随你怎么理解 冷哼了一声 如今李将军却同样是撕破脸了 不过就是一个地阶而已 当真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不成 要知道 他西约可是华西城主的护卫长 那是跟随在华西城主身边的人 固有之中 也并未没有踏入天阶的存在 真要惹恼了他 便是天阶强者 也未必能讨到什么好来 我讨厌别人骂我 脸上依然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眨眼之间 方寸的身体骤然带起一道残影 翻手 就是一掌拍出 胆手擒龙 出手便是为了立威 方寸可没心思跟他慢慢过招 一旦动手 一招之内 便是要奋出胜败的 无垠散人散手的最后三事 是何等的恐怖 挥手之间 便只听见一声龙吟 眨眼之间 那李将军的胳膊 便猛然被方寸吸扯之间 抓在了手中 那恐怖的力道猛然吐出 眨眼之间 便只听到一阵清脆的骨骼碎裂之声 那李将军握刀的右胳膊的手骨 整个便被打了出来 一瞬间鲜血淋漓 能够让人清晰地看到 那沾着血的森然白骨 眼中透出一些邪魅之意 方寸嘴角 露出一丝恶魔般的微笑 现在我改主意了 我要九成 将军 可还有意见吗 口中猛然吸了一口冷气 额头之上痛得全是冷汗 李将军整个人都开始发抖 哪里还敢拒绝 几乎是咬着牙 用力点了点头 一脚踹出 直接将李将军踢飞出去 方寸这才懒洋洋地拍了拍手 你看 早这样不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动手呢 我说了 我讨厌别人骂我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否则 我保证会让你永远闭上嘴 赤裸裸的威胁 虽然脸上依然带着笑容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那便无疑是恶魔的微笑 猙獰而可怕 天哪 那可是地阶巅峰的高手啊 即便是汤圆外 也要弱上几分 曾经做好华西城主的护卫长啊 可是 在这邪道人的手中 却是竟然连一招都没走出去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例 一时间 汤圆心中满是庆幸 相比之下 昨天方寸对于汤圆外的出手 那便实在是太轻了 第118章 本源 扑吃 从李将军的府邸出来 想想方寸中究还是 忍不住笑了出声 双手抱肩 无奈耸动着肩头 道长为何发笑 好吧 这问题问的 的确是有些凑去的味道 不过 汤圆原本也是不想问的 只是 之前方寸的出手 实在太恐怖了 即便是走出来 他心中也还是有些发颤 如今看到方寸莫名其妙的发笑 又如何能够不怕 只要问清楚了 才能安心 洒然一笑 方寸却也全不在意 佛说 普度众生 教人以善 带给人安宁与修气 所谓的邪佛 却给人以恐惧 沾染鲜血与杀戮 说到这 顿了一下 方寸这才继续道 你说 我如今带给人的是安宁与祥和 还是鲜血与暴力 这话汤圆不敢回答 方寸也并未指望他回答 大笑着拍了拍汤圆的肩膀 随即开口道 最有趣的是 我这个带来鲜血与暴力的人 却偏偏还不信仰邪佛 而是要对付邪佛 有趣 实在是有趣 看着方寸那满是邪气的笑容 汤圆心中 却是不禁一阵颤动 甚至也有些看不分明了 是啊 这样一个看似邪恶的家伙 却偏偏是要与那些信仰邪佛的人为敌的 而不是狼狈为奸 除魔味道的不是高僧 而是恶魔 这似乎的确有些讥讽的味道吧 恶魔 没错 如今的方寸就像是一个恶魔一样 所做的绝不是造福一方 而是祸害一方 无论是那个要铺的老掌柜 还是李将军 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开头而已 方寸一天之内 走访了清风镇所有有些势力的家族 以铁血的手段 强令他们 每月交出大部分灵药的份额 送往汤府 当然 汤府也不过就是一个中转站而已 事实上 就算是汤府本身也同样免不了上交的命运 一日之间 邪道人之名便响彻整个清风镇 然而 方寸却依然没有满足 堂而皇之地 让汤家派出马车 带着汤仙闲逛一般 又向着周围的几个小镇赶去 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当方寸再次回到汤家的时候 已经彻底垄断了 这周围几十个镇子的灵药供应 当然 他所挑的 都仅仅只是那些最珍贵的灵药 除此之外 邪道人方寸 还强令周围这些镇上 都挑出最漂亮的女孩 来给他做炼丹婢女 哗啦啦一下 竟然便当真挑出了二十多个 顺眼地留在了汤府 当然 为了办到这一点 方寸却是以铁鞋的手腕 直接毁灭了几个敢于反抗的家族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的反抗都是纸糊的 再也无法形成丝毫威胁 与此同时 邪道人的名声更是彻底传遍 当然 因为他掳掠漂亮女孩来 更有人直接称呼 他为营道 声势简直大有 超越那些邪僧的趋势 反倒是方寸 如今反而老实了下来 只要没人反抗 他就老老实实地待在汤府练丹 修炼 仿佛一切都根本并未放在心上 即便有消息说 华西城那边的贵族很不满 可能会派人来收拾他 也全不在意 华西城 那算那根葱 左护法 情况就是这样了 老老实实地将资料递了上去 黑衣僧人小心地回答道 这些日子 他几乎也是马不停蹄地跟着方寸转悠 方寸所到每一个地方的情况 都被摸得清清楚楚 邪道人 嘿 冷笑了一声 左护法略微沉淫了片刻 眼中露出一丝杀机 森然道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挥手之间 手边的茶几顿时化为年粉 之前 之所谓有些顾忌 是因为所说的消息 实在太像方寸 那尊杀神是他绝对不想招惹的 所谓的地剑 他 或者说邪佛对于 那都根本不感兴趣 不过 从现在的资料上来看 那个邪道人的形式 与方寸完全没有丝毫关系 如此一来 自然就没有丝毫地顾忌了 无非就是一个地阶的家伙而已 纵然是有些特殊的手段如何 即便就是天阶 又如何 听到这话 那黑衣僧人顿时为之一领 连忙躬身答应道 轰隆隆 一瞬间 天雷滚滚 整个北域 仿佛都随之颤动了起来 一步 他在虚空之间 逍遥子仰头看着颤抖的苍穹 眼中透出一丝清澈 一山烈烈 随风而动 一手暗箭 逍遥子的身体 仿佛瞬间融入了空间一般 眨眼之间 那天空的惊雷 便仿佛失去了目标一般 缓缓散去 两久 逍遥子这才一步踏出虚空 轻轻叹息了一声 一个晃身之间再次落到地上 从腰间拎出酒壶 悠然灌了一口 道兄 你真的要迈出最后一步了吗 说话之间 天空之中骤然划过一道光影 转眼之间 北域王已然落到了逍遥子身边 摇了摇头 逍遥子轻声道 还不到时候 不过 大约也用不了多久了 恭喜道兄 闻言 北域王的脸上 顿时露出一丝喜色 由衷地祝贺道 若是从前 或许我也会得意 只是如今 见识过死灵帝的手段 你以为 这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 有些颓然地摇了摇头 逍遥子轻声道 我也不瞒你 如今我至少有着七成把握 能够安然度过 只是我 却有一种感觉 似乎还差了一点东西 在我彻底悟透之前 还不愿踏出这一步 是空间法则 微微一正 北域王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是本源 微微摇头 逍遥子轻声说道 我无法解释得清楚 但是不得不说 那是一种最本源的力量 一旦明雾 便是光明大道 所谓的天节 或许也没那么可怕 本源 听到这词 北域王不经一正 却是差点都没反应过来 即便如今同为天阶巅峰 却已经根本理解 逍遥子所说的含义了 这样的差距感 让他由心底 生出了一丝失落感 原来如今与逍遥子 这位老友的差距 已经大到这种地步了吗 指尖轻轻一点 虚空之中 突然裂开一道口子 只是在逍遥子的控制下 却完全没有丝毫扩大 或者消失的痕迹 这样对于空间的控制力 已经远不是一般 对于空间法则的理解 能够企及的高度了 并不夸张地说 如今这种控制力与理解力 与之前逍遥子 与死灵地投影一战之时 已经是天差地远了 倒抽了一口冷气 北域王眼中 也不觉露出了一丝 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怎么可能 短短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境界竟然就有了 这种本质的蜕变 这也太离谱了吧 恭喜道兄 一招彻务 境界一日千里啊 苦笑着摇了摇头 逍遥子叹息道 不过是有敢与当日那一战而已 虽然那一战 我败得极惨 但是不得不承认 死灵地却是为我 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让我久久无法突破的瓶颈 土崩瓦解 端着酒壶又灌了一口 逍遥子继续说道 说到这个 我倒是觉得 方村的魂小子 才是真正的一日千里 若是我这个做师父的再不努力 只怕用不了多久 连我都未必是他对手了 提到方村 北玉王略微沉默了片刻 终究还是苦笑了起来 之前方村 在中州搅动风云 斩杀青州辅主大弟子白荣 摩门长老肖战 更是将磨刀端木 玩弄与鼓掌之间 被逼得险些封掉 最后更是惹得虚王现身 打开虚无之路而去 至今音讯全无 当初与红鸾大婚之事 虽说是方村有愧与他 但是 事情过去了 北玉王也渐渐看淡了 别的不说 至少红鸾便完全怪罪方村的意思 反而时时关注着方村的消息 再加上 方村毕竟是逍遥子这位老友的弟子 沙星却是早已经散去了 你对他倒是有信心 苦笑了一下 北玉王无奈地说道 如今的局面分杂 继死灵地之后 虚王也现身 上古沙狱更是拔地而起 成为一座悬空之城 若说其中没有阴谋 谁能相信 眼中露出一丝冷意 逍遥子缓缓说道 方村那小子 本就天赋过人 如今身处局中 不是破局而出 就是成为对方的棋子 暗淡收场 顿了一下 逍遥子继续说道 我既然是他师父 便理当为他遮挡风雨 无论是上古沙狱 还是死灵地 我终究是要挑战一下的 纵然不能崩碎整个棋盘 也终究不能任由他摆布 听到这话 北玉王心中还是不禁一颤 这是真正面对死灵地 那个曾经主宰天地 堪称世间唯一神灵的存在 这样的气魄 当真令人心者 还有那些一个个 想要对他出手的家伙 总也得给他们一个教训 否则 莫不是以为我逍遥子好期不成 从逍遥子手中 接过酒壶喝了一口 北玉王洒然一笑 随即缓缓开口道 方村有你这么一个师父 当真是他的福气 叹息了一声 北玉王却也不再多言 转身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第119章 土鸡娃狗 一 踏踏 马蹄升级 小小一个清风阵 原本的平静彻底被打碎 铁蹄之下 一切的抵抗 仿佛都会被塌为年粉 当然 实际上 也根本就没有谁 敢于阻拦这样的骑兵队 少爷 前面就是汤家了 不过 那邪道人的实力 终究不可小觑 若是狗急跳墙 万一伤到您 纵然把他千刀万剐也没用啊 勒住马头 管家模样的中年缓缓开口道 一会 少爷不必出手 只要坐在马上 等着那不知死活的东西 跪在您面前就是 放心吧 我晓得的 什么邪道人 也不过就是个泥腿子 少爷我这次 不过是借机散散心 岂会跟他一般见识 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 青年挥动着手中的马鞭道 行了 先给我把这汤府踏平再说 没听到少爷说话吗 微微点头 老管家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淡淡吩咐道 得令 略意攻身 为首的 骑兵队长猛地一挥手 瞬息之间 近摆骑同时发起冲锋 整齐的踏地之声 如同肋骨一般 每一声都击打在众人的心底 马踏地动 刀剑如鞘 犹如一把利剑 催枯拉朽 骑兵 是骑兵 听着外面整齐的马蹄声 汤圆外的脸色 顿时变得惨白 口中念念有词 却终究还是不敢去打扰那个 正在禁视 炼丹的邪道人 哄 完全没有丝毫的废话 眨眼之间 强横的骑兵 竟然便直接将汤府的院墙撞开 哗啦啦 数时期同时闯入院中 刀光闪烁 尽管还未展开攻击 但是那森然的铁血之感 却是猛然让人心底 生出一股恐惧之感 甚至不敢高声说话 兰家 站在书房的门口 汤圆外白胖的肥肉 难以控制地颤抖起来 勉强从口中吐出这面个字 却是差点没晕过去 之前就已经想到 方寸闹出这么大动静 势必会惊动华锡城的家族 但是却万万没有料到 第一次来人 就是兰家 兰一天女 早在十年之间就踏入了天街 实力深不可测 即便在整个华锡城 都是最顶级的强者 兰家子弟也极为争气 短短没几年 借着兰一天女的威势 便在华锡城打开一片天地 创建了令人未知色变的兰骑兵 那一抹蓝色的铁衣一旦地出现 便给人一种死亡的压迫感 逃无可逃 必无可避 土鸡娃狗一般 挥动着的马鞭 兰家少爷冷眼瞧着 汤府众人颤抖的样子 心中得意非常 大有指点江山的架势 来 兰少爷 心中一阵苦笑 汤圆外却终究 还是不得不迎着头皮顶上来 你就是汤家周家主 不懈地哼了一声 兰家少爷淡淡开口道 是 应着头皮点了点头 汤圆外还想说什么 却直接便被打断了下来 那兰家少爷 完全没有正眼瞧他的意思 孙然开口道 滚到一边去 这儿没你说话的资格 虽然汤圆外也是地阶巅峰的高手 但是在兰家的面前 却完全没有任何威胁性 作为兰家唯一的继承人 兰家少爷的确有这个资格无视他 脸上仗得有些发紫 只是汤圆外 却终究还是 没有胆量去反驳 心中纵然在憋屈 在这种真正的生死关头 也只有先忍着了 不管怎样 这些人都是那该死的邪道人惹来的 这烂贪子自然 也得由他来收拾 只是想到这 汤圆外心中 却又忍不住一阵苦涩 什么时候 自己竟然已经被彻底绑到那混蛋邪道人身上了 邪道人 敢接我兰家的东西 却没胆子认吗 并不理会汤圆外 兰家少爷随即朗声开口讥讽到 友谊放大声音之下 整个汤府周围都听得真真切切 仿佛邪道人当真不敢面对兰家的怒火一般 哈欠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邪道人会暴怒的时候 近视的方向 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哈欠声 这简单的一个哈欠 却远比任何谩骂讥讽都更可怕得多 打脸 这才是真正的打脸 你满心欢喜地以为 把对方逼得喘不过气来 得意洋洋地等着享受胜利的喜悦之时 却突然发现 对方却压根就没把你当回事 这种巨大的落差 简直能把人气疯 一瞬间 那兰家少爷的脸顿时被气得发紫 简直差点没喷出血来 妖道 你找死 单手一按腰间佩刀 兰家少爷便要纵马上前 只是还未及动身 便被老管家一把拉住 少爷 莫忘了老奴之前说的话 汤圆外或许可以完全不当回事 但是对于方寸 这个赫赫有名的邪道人 老管家却是不敢有丝毫大意的 根据这些日子得到的消息 对方一旦出手便是惊天动地 即便是地阶巅峰的存在 也能在一招之间击败 兰家少爷虽然也算天赋不错 但是本身实力也不过就是玄阶巅峰而已 若是被对方抓住机会 只怕瞬间就会被秒杀 这样的代价 可是他绝对承受不起的 事已 即便是被对方这样的蔑视 也绝不能容忍自家少爷冒险 邪道人好大的架子 只不知 可敢与我一战 一步踏出 老管家身上气势骤然暴涨 隐约之间透出一丝规则之力 赫然却是天阶存在 天阶吗 有些意思 不过 你还不够资格 懒洋洋地推开门 方寸双手环抱在胸前 一脸慵懒的姿态 随口而言 却浑然没有将对方看在眼里 好胆 目光猛然一冷 老管家手腕轻轻一翻 便只见一把银色战刀 凭空而生 引动一阵天地波动 刀意如红 胆大吗 眉头微跳 方寸的嘴角一出一丝冷意 表面上却依然还是一副 魂不在意的姿态 淡淡道 十招 你若能称我十招不败 便算我输 十招 听起来似乎有些太狂 但是实际上 对于方寸来说 这都已经是宽限了之后的保守说法了 若是当真全力出手 递剑之下 一击恐怕就已经足够了 我倒最好书成要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土鸡娃狗 第120章 土鸡娃狗 2 根本本没有半个字的废话 话音落下的瞬间 方寸的身形猛然移动 手捏不动冥王印 眼中猛然爆出一道金芒 灵 九字真言硬 虽然只有对于怨灵 或者擅长灵魂攻击的邪道高手 才能造成最大杀伤 但是实际上 以九字真言硬辅之 其中威力却已经同样足以害人心神了 突然从口中爆出这一个灵 一瞬间 神念骤然爆发 恍惚之间 周围所有人的脑子中 都响起了一声雷音 即便强如老管家 心神也不禁为之一颤 略微失神了瞬息 尽管这时间并不长 但是对于方寸来说 却已经足够了 借着这瞬息的功夫 方寸的身影 已然出现在了老管家的身边 一掌翻出 眨眼之间 鬼影森森 森罗万象 八级散手 最后三十每一招威力 都足可堪称惊天动地 虽然方寸本身并没有天阶的实力 但是却已经能够带动其中大道规则了 翻掌之间 其中威力 已绝不在寻常天阶强者之下 当初在青州府的时候 方寸假借西花公子的身份 与白蓉一战 便曾以此逼得白蓉不得不释放青莲剑纲 才能保持压制 其威力 由此可见一斑 更何况 经历到了虚无之路 方寸的心境再次蜕变 不知不觉间 对于这三级散手的理解 却是有更强了几分 若是如今再与白蓉交手 即便对方释放青莲剑纲 恐怕凭借这后三世 也足以与之放对 不落下风了 一掌挥出 周围瞬息便幻化出万千幻象 鬼影森森 如同至于森罗地狱一般 令人难辨真假 而且 这幻象 也并非只是迷惑人的感知 同样带有极为可怕的攻击性 直透灵魂 并不夸张地说 如今的方寸 若是以这一招对付地阶之人 即便最终那一掌不落下去 单凭这幻象 就已经足以让对方灵魂受到重创了 然而 对于老管家这等天阶高手 幻象虽然不能带来致命伤害 却也足以令只手忙脚乱 难辨真假了 至于隐藏在那万千幻象当中 真恶实的一掌 根本就不是 他能够分辨得出来的了 以威力而论 或许这一掌的杀伤性 也不过就是一般天阶强者的水准 但是要论其中蕴含的大道规则 那却就远不是寻常的天阶 能够比拟的了 当初以白蓉的实力 尚且难以分辨其中真假 只有凭借清廉剑刚 强行摧毁幻象 如今的老管家 就更不可能分辨出其中真假了 白蓉纵然再不行 那也是青州辅主的首徒 无论是天赋还是手段 都是绝对拔尖的 战斗意识 更不是寻常天阶可以比拟的 可是老管家却截然不同 事实上 说是天阶强者 但是在真正的天阶强者之中 他根本不过就是最底层的 对付天阶之下的人 自然无往不利 但是真正对上天阶强者 那便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方寸虽然不是天阶 但是却是曾被老头誉为 千年不见的妖孽及天才 一路杀戮 根本就不是能够以常理揣夺的存在 实力更在一般天阶之上 青州府一战 更是亲手断送了 肖战与白蓉两经天阶强者的性命 凶名之胜 远不在天阶强者之下 不过 显然老管家是完全不知道这些的 否则 纵然再借他两个胆子 他也不敢跑来与方寸单挑啊 根本不等老管家反应过来 一掌翻天 那虚无之中闪现而出的一掌 便赫然拍到了老管家的背心之上 哄 强横的力量在瞬间爆发而出 那种极限的杀伤力 绝对远不是寻常人能够抵抗的 一掌之间 老管家便忍不住喷出了一口鲜血 眼前一黑 只能下意识地闪身飞退 完全没有丝毫还击之力了 然而 对于方寸来说 这些却还远远不是结束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手中印记变换 左手捏大金刚轮硬 又是一字 真言爆出 冰 大金刚轮硬 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了 出手又是卡在老管家受创的瞬间 强大的灵魂威慑 瞬间便令之暂时失去了意识 闪退而出的身影 更是为之微微一致 就在这瞬间 方寸右手再次变换 单手一吸 顿时便有一阵龙银之声传出 一股恐怖的吸扯力 瞬息之间便猛然将对方抓了回来 等到老管家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 身体已经被方寸抓在了手心之中 胆掌倾土 又是一掌拍下 正中胸口心脏的位置 破 又是一口精血喷出 老管家浑身仿佛都随之散架了一般 全身的骨头眨眼之间 便折断了六七根 五脏六腑 更是在请客间移位 若不是凭借天间那强横的身体素质硬撑 只怕这一掌就已经足以要了他的性命了 面如精指 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 跌落到地面 尽管并未身孕 然而实际上 却也已经是重伤即死了 这样的情况下 别说再继续动手 即便是保持清醒 都已经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了 再招 九字真言硬 不计算在内的话 实际上 方寸不过就走出手了两招而已 可是就是这简单的两招 带来的效果 却绝对是震撼性的 一个堂堂天阶存在 如今 在方寸的手中 竟然完全支撑不了两招 这样的战力 简直惊世骇俗 道袍随风而动 方寸嘴角 带着一丝冷意淡淡道 所谓兰家不过如此 土鸡挖狗一般 土鸡在狗 在之前 兰家的少爷 不就是如此讥讽 汤府众人的吗 这才过去了多久 便直接被方寸原话送回 这才是赤裸裸的打脸 而且疼得让人连话都说不出来 这一刻 那兰家少爷 简直恨不得一头 撞到地底下去 才好 不过 对于他来说 如今确实连羞愧都顾不上了 这一次气势汹汹地赶来 其实最大的依仗 便是有着天阶实力的老管家 如今 不过两招 老管家便几乎被打死 他一个玄阶 如何还有胆气与方寸放对 一瞬间 那种莫名的恐惧 便不觉爬上心头 吓得那兰家少爷浑身打摆子 差点没跪倒在地上 若是求饶有用 只怕他立刻就能跪到地上 给方寸磕头了 相比死亡的威胁 什么身份都是废话 事实上 这个时候 不只是兰家少爷 在场所有人都被方寸给吓住了 如此恐怖的实力 当真是有资格威慑一方的了